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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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堂课我们谈到 从武山来以后 城市里面开始推行第一个五人计划 那么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城市工人人口的增加 对粮食的需求增加 并且工业的原材料 像棉花等等的需求也增加 但是呢 当时推行了计划体制 那么政府想动用一切资源 去独自一众工业 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 政府想说 不愿意把动员起来的这些资源 用在农业发展上面 所以农业呢 它增长就主要靠 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做 规模军技 所以从53年呢 城市里面推行工业化 农村里面呢 就开始推动了 就合作化营动 所以49到52呢 是把地质的土地 没收到分给各家各户的农户 然后呢53年又把各家各户的农户 把它集中起来 用合作化营动的方式把它集中起来 开始的时候呢是 互助组 有三到五户 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呢 农户之间相互帮忙 那么农贤的时候呢 是各家各干的 而且呢这个土地啦 产出啦 都是各家自己有的 那么这个效果不错 那就进一步扩大 那规模经济不是越大越好吗 所以呢 5455年呢 就开始推行这个初级合作社 一个初级合作社呢 一般大概是二十户到三十户 那在中国的长江以南呢 一个自然村大概就是这样的规模 那在这个村子里面呢 土地呢就集中起来耕种 然后呢 这个农具还是属于各家各户的 并且呢 产出啊 是按照你的 劳动力的投入 跟呢 土地各种农具的投入 来计算的 所以土地呢是有分红 然后呢 劳动力的投入呢 按照工夫来计算 那么到了56年呢 就进一步变成高级社 一个高级社呢 一般是一百五十户到两百户 这个在北方呢 一个村庄大概就是这样的 两百户左右 所以就呢 在北方的整个村庄呢 就变成了高级社了 南方呢 就把好几个初级社自然村呢 合起来变成一个高级社 那么高级社的时候呢 土地就不再分红了 农具也不再分红 我昨天讲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 出现有一些地方 晚上偷偷把牛沙了 吃掉吧 因为反正你带了根油进去 那也不分红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有些农户呢 就偷偷 但是这个现场其实不太多 油但是非常少 那时候土地不分红呢 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经过原来的土改以后 农村地区 每个农户的土地规模 其实差异不大 既然差异不大 然后不出红了就没问题 那么推行的是公文制 它的产出的分配 完全是按照每个人的劳动投入 效果也还可以 好像规模经济呢 就非常明艳 这又可以马耳朴 又可以马耳不吃草 一样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这从58年开始 8月份在河北 一个叫卫星公社 那毛主席去看这个卫星公社呢 写的一个叫 人民公社好 工农 商学兵全部合在一起 那这个人民公社呢 就非常巨大的 每个公社平均有五百户 有六万亩地 然后呢 有五千五六万米地 有一万个工人 一般呢 就是在美国 在欧洲 或是在澳大利亚 农场很大 只是面积很大 其实有用的工人 其实不多的 尤其像美国呢 比较高度机械化的地方 它实际上呢 一个农户即使有两千亿亩 三千亿亩 要换成我们的华母的话 一万母 一万多母 通常也就只有 一个劳动力 或一个半劳动力 就是呢 男的劳动力 丈夫 女的 算八个劳动力 一个半劳动力 但我们这个呢 是有一千 一万个工人 那当时呢 推行的是 不再按照公分计算 实行按需分配 然后呢 为了节省时间呢 也不各家各府开火了 就吃食堂 不过呢 吃食堂只是在 58年年底 59年年初基本上就没有了 然后呢 导致的结果呢 是不是导致咱们不知道 出现的是 从5661来出现农业危机 59年减长了15% 60年再减长了15% 61年还没恢复 然后导致呢 有三千万人灰正堂死亡 还有呢 三千三百万 按照正常的情形 应该出生的 没出生 那这个可以讲说 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灾难 我们昨天讲 我们上一次讲 整个八年对日抗战 对不对 我们一般讲说是死伤两千万 那死伤两千万 绝大都是伤了 死的还是少吧 欧洲这种战场 二十大战一般的说法也是死伤两千万 那绝大都是也是伤不是死的 这个是纯粹的死就三千万 然后由于这个人民公社呢 出现了这么一个大的灾难 那么到六年以后呢 就开始退回去了 这退回去呢 就变成所谓生产队制度 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土地呢 是工社高级社跟生产队共同所有 但是呢 它的核算 它的生产它的经营呢 是以生产队为基础 这个生产队 是有点像初级社跟高级社的一种混合的形式 这个混合是这样 从规模来讲的话 跟初级社是一样的 但从分配制度来讲 是跟高级社是一样的 是按照工分分配的 土地呢 不再分红 农具不再分红 那这个制度呢 维持了大概十六年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 直到现在 推行的是 就是所谓的家庭连产承包罪任制 就是把生产队的地 分到各家各父 然后呢 生产队原来有的义务 你比如说 要交这个统过粮 然后后来叫定过粮 那由各家各父来交 各家各父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来交 还有农业税 也是这样 不过农业税呢 后来呢 大概2008年取消掉了 就不再交农业税了 但是统过任务 订购任务还有 各家各父还要交 按照国家的这个任务 他必须交一定的粮食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从这个53年以后的在农村的经营制度的变化 那么在农村的政策 这个发展的政策是这样 在公社以前呢 农业的发展 它主要靠传统农业技术 跟规模建计 它当时呢 种子还是用传统的种子 无非呢 就是你比如说 在农村里面 每人生产哪个地方 或哪块地上的稻子 产量比较高 那就把它留下来作为种子 但它都是传统的方式 然后再靠规模经济 刘一年以后呢 这个思路就改变 因为刘一年以前呢 他当时是 在城市计划兼具 它所创造的这些剩余 都叫做发展工业 农业呢 政府不太愿意投入 但是呢 到了六亿年以后 就发现呢 你靠规模经济不可靠啊 已经证明不行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呢 城市里面人口增加 或是工业生产增加 需要的投资增加 那就只能呢 用其他的投入的增加 这里面主要是靠农业科研 量种化回 七十年代以后 还提出呢 农村的根本出入在机械化 就开始在农村推行 在农业机械化 现代的科技 现代的生产手段 在六亿年以后呢 就开始呢 推进农村地区 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对一个这么大的灾害 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要是不总结它背后的原因的话 那可能同样的错误会再犯 然后对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当然也有解释 最早开始的解释叫自然灾害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讲 五角到六亿还是说三人自然灾害 那么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从理论上来讲 当然不能说一定不可能 但是呢 实际上很可疑 中国这么大的地方 不可能同时都发生天灾 而且呢 上次我也谈到了 如果你一个地方发生水灾 那个地方会减产 但是呢 旁边的地区可能会增产 因为呢 有一个地方发生水灾的话 那不是雨水多了吗 那旁边那个地方呢 雨水多了也会增产 那你如果都发生旱灾的话 真正遭旱的地方 可能会减产 但是呢 在低洼地的话 如果是旱灾的话 那可能好像是增产 所以全国同时遭受天灾 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通常呢 也不太可能连续 两年三年都遭受天灾 你比如说一个地方 它遭受水灾今天减产 通常第二年会增产 为什么呢 地下水月补足了 那么所以呢 从常识判断是不可能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 一种说法就是说 恐龙为什么在地球上面消失了 一种解释就是说 突然间一颗行星撞到地球 产生的这个冲击 就有点像大的原子弹爆炸 然后就很多阳城 然后就变成这个 在这个天空上 这个阳光都阻挡了 而且连续两三年 那结果地上的植物都死了 那植物都死了以后 恐龙没得吃的恐龙就死了 开始死草的恐龙死了 等到死草的恐龙都死了以后 死肉的恐龙也没得 没东西吃了 所以它也死了 这当然是一个假说 那么当然有很多证据来证明 可能这个假说是正确的 那所以从理论上 我们不能排除说 天灾是一个可能性 后来到79年的时候 对前面三十年的经验 历史总结的时候 它增加了一个说法 从559到61 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所谓七分人祸里面 就是说当时有很多 它的这个政策上面的食物 比如说开始吃食堂 还有呢 当时公司的干部 其实不懂得怎么种田 有经常好心干坏事的事 比如说生根密植 那这个管理上的失误 那当然呢 你管理失误也可能造成减产 所以理论上并不能说 它绝对不可能 第三种是国外一些学者提出的 因为你到这个人民公司的时候 你是按需分配 不是按劳分配 那你有一个一万人的公社 如果一个社员 他努力程度提高了 产量增加了 他得到的就只是万分之一 接近于你 但是呢 都花的劳动力都是他自己的 反过来讲 如果说有一个社员他不好干 可能也会减产一点 但减产一点 一万人一评分 他等于呢 等于零 他也没有受到惩罚 但是呢 他突然省下来的这个力量 好处都是他自己的 那人是理性的 这种状况之下呢 大家都会不好好干 如果大家都不好好干的话 就会减产吧 那么这是一种 从经济学的推论 那么这三种呢 从理论上都不能排除 但我在这个课里面经常跟同学讲的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要有什么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必须有批判性的思维 不要看他只是好像理论上说得通 逻辑上好像也可以 就接触他是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解释这个现象 我另外一本如果讲说我的书里面最重要的是哪本书 是一本谈方法论的书 叫本体跟常物 任何一个现象 如果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的理论来解释 就代表可以用无数多个 内部逻辑多自洽的理论来解释 因为呢 任何现象它当然都是一个因果关系 一些因造成一些果 但是呢 可能的社会经济的因素 那是无穷多了 你可以用这几个因素的组合来产生这个结果 那另外人可以用另外一些因素的组合 也同样产生这个结果 所以呢 我们作为知识分这个很重要的 绝对不要满足于你看到一个理论 好像内部逻辑是很严谨的 而且根据这个内部逻辑的推论 好像也可以解释你要解释这个现象 你就接触他了 这一点是作为知识分一定要谨记在先的 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古人首讲的 尽信书不辱无书 或是我们现代人讲的 越读越傻 越读书越意识形态化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这个理论当中的一个是正确的 或是三个联合结论都正确的 有没有办法来检验他呢 当然好像他都可以解释这三点简厂 对不对 但如果他正确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推论 如果他做这个正确 六二年以后这些因素是不是就消失了 六二年以后我们就没有听说有自然灾害 或是局部地区的自然灾害 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减产 六二年以后 就余经恢复到生产队 生产队是初级社 那在初级社的时候 生产率率在提高 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农民有管理初级社的能力吧 那你说他分配是按照公分 原来公分在高级社已经采用过了 高级社证明公分好像也没问题啊 所以呢 应该讲说 六年以后 这个管理不当造成的减产的原因就没有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 这个公社规模太大 那你到了六年以后已经生产队了 已经要初级社的规模了 所以这样讲起来 这些三个造成五九到六一减产的原因 到六年以后就消失了 对不对 那消失的生产率水平是应该恢复吧 我想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来检验 如果这几个可能的假说是正确的话 不管是他联合起来正确 还是当中的一个是造成这次 三年连续卷产的原因 那应该到六二年以后 很快的就消失了 也许呢 你会讲说六二年的时候 前段时间大家饿肚子 所以呢 体力比较差 然后呢 可能六二年还减产 但六三年六四年也应该恢复健康了吧 但是呢 我们在实际上呢 做了一个分析 从全要素生产力来看 如果五二年 还在各家各户的时候 当做一百 那么早期的时候 在公瘦外运动 一直到五八年之前 它确实 生产力水平是往上升的 当然不大 但是它没有下降 而且是往上升 然后呢 五八年就开始下降15% 六零年又下降 六一年维持在六零年的水平 然后六二年以后 游手恢复 那么当中呢 有一点点波动 可能跟文化革命有关 但是最重要的现象是 从这个生产力的水平 一直到八四年 七八年开始 分到各家各府 开始的时候 进度当然不是全国 一下子都推开 一直到八四年 我们生产队完全恢复到 家庭连产了 生产力的水平 才恢复到五万年的水平 那当然呢 八四年以后 它生产力水平增长得非常快 那这样的话 这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间 生产力水平都没有恢复 因为如果这三个假说是对的 应该六年不恢复 六三年也该恢复 再慢六四年也该恢复 总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才恢复 所以这三个假说是非常可疑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只能来认识 为什么突然间会有 这么大的生产力的下往 那我想来提出另外一个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介绍我的看法之前 我想介绍一个很简单的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叫囚徒困境 大家知道有一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个纳什 纳什军航的一个概念 直接的应用就是博弈 就是这个叫做囚徒困境 这个囚徒困境呢 我们可以讲这样子 假如说 他这个故事呢 当然可以随便编了 我编一个简单的故事 比如说芝加哥那个地方 有两个兄弟 他呢有所好闲 不务正业 那怎能呢 靠拖啦靠墙啦 来谋生 那么 这个拖跟墙的话 还是有规模经济的 如果一个人去拖的话 一下子被抓到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 要去拖的话 一个开车 一个去拖 拖了以后 外面那个 那个把车子这个 火都打早的 在那边等 挑的东西 拖的东西马上去 好 那这样子很快就 被抓到的可能性就很低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假定说 有两位兄弟 他们呢 卑武所长 就会偷就会抢 那当然呢 抢的话抢 最赚钱的就是抢银行 对不对 那抢银行最大 对不对 那另外 比较小一点 到保护公司啦 到超级市场 去偷点东西吃 那当然罪就比较小 那当然罪就比较小 假定说 这两个兄弟 除了偷跟抢之外 没有卑武所长 卑武所长 然后呢 如果偷东西的时候被抓到 那另外的话 抢银行 偷东西这样的 那因为你偷东西 偷的东西不值钱嘛 对 所以你就要经常去偷嘛 但是你抢银行呢 那就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事情 你抢一次 那可以吃好几个月 吃好几年 对不对 我们假定说呢 这两个兄弟 因为呢 他呢 抢银行呢 特别有经验 特别能抢 从来没被抓到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去拖这个 经常去拖这个百货公司 超级市场 有很多 对不对 那就容易被抓嘛 对不对 然后再这样 我们假定说这个故事 假定这么说吧 就是说 他呢 抢银行 从来没被抓过 但是警察知道 一定是他们这两个人抢的 那如果警察知道 他一定是这两个墙 在美国这个地方 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 是不能判罪的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在 在这个 欧美国家的话 他是无罪认定 你必须假定他无罪 所以你要是没证据 你就不能说他有罪 但是呢 在美国这个地方 他法律上有一个就是说 他可以有污点证人 有可以别人来举花他 作为入罪的证据 那我们现在假定说 这两个兄弟 他抢银行从来没被抓过 但是呢 如果经常去偷东西 小偷小摸 因为偿换 所以也会被抓到 假定说他小偷小包被抓到 警察知道他们这两个兄弟就是经常去抢银行 如果这个警察非常聪明的话 可以用一种方式让他们来指告对方 我们可以这么讲 我们可以这么讲 比如说 如果你去偷超级市场 小偷小摸被抓到的 那被抓到的警察呢 是知道他们两个是抢银行的 但是没证据 要他们来取告对方 警察可以设立一个这么样的激励机制 我们来讲说 警察如果因为小偷小摸把他抓到的 把他关起来 对不对 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基罗所里面 两个人背对背 各关一间 那这个警察呢 可以这两个追换 一个是X 一个是Y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我知道你们过去抢银行 那我要你来指认对方 作为污点证人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抢银行的罪可以轻一点 或是我就把你无罪释放 你如果抢银行 来举告对方 我就把你无罪释放 那如果呢 你抢 如果对方 举告你 你是抢银行的 那你就要受重罚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这么讲 这两个人 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 那顶多就是小偷小猫的罪来 惩罚他 对不对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小偷小猫嘛 各关两个月 如果大家都不指认对方 但假如说 一个呢 这个认罪了 说上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抢银行 一个人不认罪 认罪的人就被释放了 不认罪的人叫纵华 对不对 那纵华就纵华十二个月 关十二个月 你不倒是 那如果两个人都认罪的话 那划得比较轻一点 够关六个月 那如果你按照这么样的一个激励之 你会看看 从X的角度来看 从X的角度来看 那个Y有两种可能选择 对不对 因为它两个人是不能互通圣喜的 对不对 那他来讲就是说 Y可能不认罪 可能认罪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Y不认罪 对X来讲最好是什么选择 因为最好选择是认罪 因为如果Y不认罪 他认罪的话 他就被释放了 对不对 那对方不老实就被关三个月 对他来讲 他就被释放了 如果他不认罪呢 两个人都不认罪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况 警察只能按照他小头小毛来划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各关两个月 所以呢 如果求换Y不认罪的话 你来想想看 这个求换X的话 他比较认罪跟不认罪 哪个比较好 不认罪关两个月 认罪就被释放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他最好认罪 因为认罪呢 跟不认罪比较起来 少关两个月啊 是不是 好 那最后Y呢 也可能认罪 也可能认罪 对 假如说最后Y是认罪的话 他不认罪 他就被关十二个月 对方就被释放了 他认罪呢 关六个月 所以假如说 Y是认罪的话 那他是认罪还是不认罪好啊 那还是认罪好啊 因为他见罪的话 可以少关六个月啊 那你可以看看 那时候在这样子的话 不管Y认罪还是不认罪 对X来讲最好是什么 都是认罪是最好 不管他认罪不认罪 Y最好是认罪 反过来看Y Y的话他也可以看 他也可以不认罪 他也可以认罪 对不对 同样的情形啊 如果X不认罪 Y最好是什么 如果他也不认罪 他关两个月 如果他认罪 他就被释放了 所以认罪少关两个月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话 还是认罪好 那如果呢 X是认罪 Y最好是认罪还是不认罪啊 同样是认罪好啊 因为他如果他 X认罪 他不认罪 因为他被关12个月啊 他认罪只关6个月啊 所以如果两个人呢 倍对倍 不让他们过通信息 最好警察如果聪明的话 写过博弈论的话 那这两个人呢 即使没有证据 只要他们真的是去抢银行的 即使警察没有手的证据 那利用法律上面 所允许的所谓 witness 这个作为污点证人 那这样的话 结果两个人都会认罪 然后就是 罪我应得 各官留个月 所以这警察是不是很聪明啊 但是这两个兄弟 我前面讲 他们除了抢东西之外 脱东西之外 别无所长啊 假定是说 他们被关了多个月以后 出来了 又没有谋生手段 甚至还要再去偷这几枪呢 如果他们要经常去偷去抢的话 如果有一句话 道又有道啊 会不会在警察抓了他们以后 他们就开始要承诺说 不管警察怎么威胁利用 那我都不认罪 那如果警察 怎么威胁利用都不认罪 而且呢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要什么同物这么做 因为他不这么做活不了啊 也就是说 他要同物去偷 同物去抢 然后这样的话就给 这个道义有道 会形成一种 这个承诺必须落实 他这个 为什么会落实呢 我就会跟 X我就跟Y讲说 你要是给抓了 我知道 我要是不承认 你承认的话 这一次 你就可以被释放了 我就被关12个月 可是我12个月出来以后 我知道你也活不了啊 你还是必须跟我结伴来抢东西 那我多承认的话 你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承认 对不对 承认的话 你就是被关6个月 你如果说 有一次 为了少关2个月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承诺的话 我们都被关2个月 对不对 你承诺你可以少关2个月 你就被释放了 但是我有办法从此以后 让你每一次都多关4个月 这个威胁可靠不可靠啊 可靠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对方就想说 我这一次赚2个月的便宜 从此以后 我每次损失4个月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X可以跟Y这么说 Y也说 好啊你可以这样子 我也可以这样子啊 只要你小子 哪一次承认了 让我多关了10个月 你少关2个月 我从此以后 每次让你多关4个月 这个威胁 相互的威胁可靠不可靠啊 就是可靠 所以呢 这个博弈啊 它是一次性的博弈 还是同物性的博弈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两个是抢银行 只一次的话 只抢一次的话 那么通常呢 去这个利用对方 不能够惩罚你 然后你去啊 占便宜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他们只 如果他们只抢一次银行 以后都不抢吧 在那种状况的话 最好就承认 我可以审关2个月 你多关12个月 多关10个月活该 那你也威胁不了我 但是如果他是重复这么要做这件事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让对方受到惩罚的手段在那个地方 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上面有很多可以应用 拖拉墙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买东西 为什么路边摊大家一般不太敢买 它流动性啊 你这次买了它以后 东西假的你受损 你没有办法惩罚它 对不对 它跑了 还有呢 你比如说洪景区去 为什么那些商贩都喜欢骗这种旅游的人呢 那旅游的人通常在这里指一次啊 你总不能说我这次骗你下一次你还搭了飞机特地来跟我讨公道啊 因为你搭飞机来跟我讨公道的成本也更高啊 所以这种一致性 但是呢 如果一个商店为什么大家比较放心呢 因为商店你是经常去买啊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 卖庙啊 如果你开了一个商店 那你卖的是假东西 那被发现一次 大家知道这个商店卖假东西 从此就不来买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一致性的还是多处性的 人的行为的这个理性选择很不一样 那这个概念其实可以来解释 这是为什么这个在559突然间这个公社会崩溃 我们来讲农业生产有规模经济 以前我们也试过 你如果说我是合作社 那我就不用停耿 这就是一个神的 这就是规模经济 那你各家各父呢 在抢说抢中的时候 你要更续 如果各家各父 我们土地面积那么小 你要养一条根牛是不经济 几家合起来 养一条根牛 是根 是经济 这是规模经济 而且呢 每个人呢 还会有生病啊 等等的啊 那你生病的时候 你不能去跟着 你可能就没有损失 但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局地生产里面 一个人生病 这一次你少干一点 别人多干一点 下一次呢 别人生病你多干一点 这都属于规模经济 所以呢 合作并不是没有好处 这也就是什么合作化运动 它有社会上很多人 非常喜欢它 非常去宣扬它 因为它确实有好处 但是在合作经济里面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农业生产很难监督 农业生产 你比如说实行公分制 但是呢 农业生产 你只要红娘 每个人的劳动投入 跟在工厂里面生产不一样 工厂生产里面 每天都有产出 对不对 我可以从产出 它的质量 它的数量来衡量 你饶龙投入是多少 但农业生产 它是一个生物过程 而且需要半年一年以后才有产出 并且呢 在半年一年当中 它的产出多少 还不完全只决定劳动 它可能会出到天气的影响 因此呢 你是不是努力工作 又在那么大的一个面积里面 不像在工厂里面 一个工头可以看十几个二十个工人 在农场里面没办法 所以在农场里面呢 监督很难 你推寻了所谓公分制 实际上没有办法真正的 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投入 所以它计算的实际上都是 你只是劳工上班多少天 你只是到农场 到了农地多少天 那你多少天 并不代表你很努力投入 我同样一天可以拼命地干 我可以同样一天 我也可以拖揽着干 那努力干跟拖揽着干 劳动投入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辛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 只要我到工厂 我只要农地就十个工分 你拼命地干也是十个工分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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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这个 摸着羊工 到的场里面 装模作样 也是十个工分 在那种状况之下 很可能就有些人呢 他就不好好干 那如果不好好干的话 这个社人可能偷懒 那如果偷懒 如果不得到惩罚的话 就会造成更多人偷懒 对不对 这里面的情形就是有点 所以呢 在农业合作就要成功 他必须有前提 有一个前提 所以他在电路很难的状况之下的话 您加入农业合作社 要真正实现规模的经济 他的前提是说 每个劳动者 他至少必须跟在自己的农场一样努力的工作 如果每个农民 他在合作农场里面 都可以像在自己工厂那样努力工作的话 那他确实有规模的经济 我就前面讲的这些好处都有 他的前提必须是 每个人他都自我耶稣的 就会能像那两个求犯 他必须承诺给警察抓到的时候 他必须信守江湖道路 那你在农业合作社 你要成功 所以每个人必须信守 对加入农业合作社当时的承诺 我想每个人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时候 一定会讲说 我加入农业合作社 我一定会好好干 那你必须真正好好干 如果真正好好干 那这样的农业合作社 他是会成功的 他是会有规模经济的 但如果不好好干的话 不好好干的话 那产出是会减少的 那产丝会减少的话 他必须说产生会减少 必须对那些不努力的人有惩罚 怎样来在农业合作社里面 你又没有办法很好监督 你到底是努力干还是不努力干 那你怎么样对那些不努力的人有惩罚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机制就是 好好干的人 他必须有一种机制 来惩罚不好好干的人 我们通常合作化运动开始的时候 都是政府鼓励 政府宣传政府鼓励说 合作社里有这个好处 有规模经济的好处 那规模经济的好处确实也存在 但他同时当时只是鼓励 每个社员还保留了一个权利 他禁受自由 禁受自愿 退色自愿 退色自愿 他加入合作社是自愿的 自愿他就不讲说 我加入合作社至少跟我一样努力工作 如果他觉得合作社不好的话 他可以退色 那这个退色的权利就变成非常重要 我们来讲就是说 一个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鼓励 大家刚刚加入的时候 可能都是非常努力 但是是不是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有些人在聪明一点 对不对 他看反正你也不能够 真正的抓住我不好好工作 那既然是一百个人 那么多人在那边 那我不工作的话 你呢 也没办法惩罚我 公分的话是 我前面讲的是 虽然讲的是公分制 但公分实际上都是 所谓大概工 所谓大概工就是 你实际上到农场几天 然后我到农场有个不好好干 那如果不好好干 他不得惩罚的话 旁边人看到他不好干 不得惩罚 其他人也会不好好干 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农场会不会减产 即使规模存在 规模经济存在也会减产 那现在好好干的人 不就吃亏了吗 好好干的人吃亏 有没有办法惩罚不好干的人 这里面褪色就是一个惩罚 如果好好干的人 可以褪色的话 那不好好干的人 是不是要回到单干 回到单干 对不对 回到单干就不能够享受规模经济 不能享受规模经济 不能享受规模经济 不就是一个惩罚了吗 所以 在一个农业合作社 他早期的时候成功 他入社自愿退社自有的时候 他早期的时候普遍会成功 因为有规模经济 然后万一要是说有一些社员不努力 造成那些好好干的社员不高兴退社 那么对不努力的社员是一个惩罚 那么如果说不努力的社员会得到惩罚的话 这个信息会传播过出去 所以其他公社那些不努力的人也就比较不敢不努力 所以这样可以维持总体的合作社运动的成功 但是对政治领导人他在积极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时候 他会把那些退社的人做什么解释 他会上纲上线 你看人家合作化运动好好的 那你这些要退社的话一定是反对合作社的 对不对 要不然你干嘛退社 人家命名那么好你为什么要退社呢 从政治领导人他大概看不到说 是因为有人不好好干才减产 他一定认为他退社的人所以才到有人退社 对这个合作社不忠心不积极他才退社嘛 他才减产嘛 因此呢那些退社的人应该是好好干的人 反而被解释是反对合作化运动 那你反对合作化运动 那就是反革命啊 对不对 重的话要抓去枪毙啊 然后呢 如果你把退社 退社 急于很严重的惩罚 这等于你剥夺了退社的自由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要看合作化运动一直是这样 一直到五六年高级社的时候 上面都写的是 入社自愿退社自有 而且在高级社的章程里面 经过人大通过的高级社章程里面还规定 不仅入社自愿退社自有 他还规定 你在加入合作社那段时期所寻常的资产 退社的人还要分一份 所以到五六年是这样 但是退社自有这个权力 在公社化运动就被取舍了 加入人民公社以后 就不再可能 人民在公社的章程里面 就没有退社自有 因为他认为退社是对 缓对合作化运动 缓对公社化运动 就不可以退社 那如果不能退社的话 这个情形会变成怎么样 就前面讲的 这些不好好干的人 好好干的人不能退社 对不对 那不好干的人 他可能就不都不到惩罚 所以这个博弈的性质就变了 前面呢 他是一个囚徒困境 但他是重复的 如果你不好 你这次不好干我就退社 然后呢 从此以后大家都不要享受 这个规模军纪 这是一个可信的威胁 那到公社以后啊 退社变成不可能的 那些不好好干的人 跟好好干的人的博弈呢 他呢 就从前面的所谓纳斯军红 我们变成到另外一个叫军红 叫做 史达伯格金红 这个史达伯格金红 这个史达伯格金红 他的理论是这样的 你有两个人博弈 那假如说有一个人 他先出手 让你对方去按照我的出所 你来做反应 那我们公社里面 当然有的人是比较老实的 有的人呢 是比较投机提巧的 那么这些呢 比较喜欢投机提巧的人 他在公社里面 他就 我不好好干 要看你们怎么办吧 那好好干的人 能怎么办呢 好好干的人就讲说 那我也不好好干 这个不好干的人讲说 我不工作了 我每天就有手好选了 反正呢 是安需婚配的 生产多少 我跟你喷一喷 那如果把这个态度摆明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其他人这种做法就是说 好 你不好干 你不干 我也不干 那些不好干的人讲说 好啊 你不干的话 那就没产出 没产出 大家都饿死啊 反正我不怕死 那些好好干的人呢 他怕死啊 所以谁比较横 谁不怕死 真不怕死 其他人呢就正好养着他了 是不是 那小好好干的人没办法 你也不能把他抓去杀掉 那你也没有其他手段惩罚他 到最后产出以后大家平分 然后那些好好干的人 碰到这种情形 一方面呢 是不好好干的人 不努力工作 好好干的人呢 顶多也就是生产到 产出来的东西大家足够吃 是不是 而且呢 比原来产量一定少了嘛 所以呢 这个 退出前的波德 他把这个博弈的性质改变了 本来是每一次大家都可以重新选择 你不好干我就退出 我保护自己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一个公社他的产出 至少必须跟各家各父的家种一样多 生产率水平一样高 至少是这样的嘛 因为要是地狱这个我就退出嘛 但是你变成一个强制性的 没有退出自有的这样一个公社以后 实际上呢 他就可能比各家各父自己干还差 公社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从公社以后 这个退出自有的权利 在后来的生产队 三级所有队基础的时候 也是不能够退出的 一直到78年 家庭人产承包者认识 大家都分了 还算是一个退出 那我认为呢 我们的这个 在59到61年 突然间 开始的时候 公社化运动好像是 产量增产的 突然间降低 而且一直没恢复 而且当中呢 还推行的这个机械化 还引用了很多两种 但我这个一个假说 怎么来验证它 验证它说 当你这个组织形式 是退出自有的这种 权力被剥夺以后 积极行为大量降低 那这个降低以后 一直 只要你还继续不能退出的话 它的产量 它的生产力水平 要低于在各家各户的时候 是不是 然后呢 我这个假说呢 实际上呢 即使我的假说是正确的 被推翻的可能性也有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中 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 采用了 两种兼机械化 这应该都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重记 其实加上 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 的这些技术手段 实际上 我们的经验上面所看到的 一直到84年 退到各家各数了 它的整个生产力水平 比52年 这段时间里面 比52年呢 大概低 平均每年低15%以上 所以我认为呢 这些经验 就是说 我不能说这个假说就是 唯一正确的假说 但是呢 从经验数据来看 是目前没办法推翻的假说 不能正伪的假说 不能说它就一定是真的 但是呢 其他的假说 我都可以正伪它 我这个假说 能看到的资料是不能正伪的 也就是说它是 最可能是这个因素造成的 那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 一个好的运动 那么 如果 它 激励机制要看 它的存在的成功的全体是什么 如果你成功的全体把它取消掉的话 同样一个形式 它也可能是失败的 然后再来看 像我们就 从52到 从53年开始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城市里面工业化 它的 当时的计划经济 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 动员资源 增加积累来 投资于中工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从 对资源的动员 似乎 也相当成功 15计划的时候 那么 平均每年的积累率 达到24.2% 然后你们可能要是看 现在的这个 经济学的讨论里面 有所谓 起飞论 罗斯特的起飞论 认为一个经济 要建筑到现代化社会 它平均每年至少必须 积累12% 那我们计划经济 每年15计划的时候 可以积累达到24% 25计划 58年到62年 的积累能达到30.8% 然后 这个63到65这三年 就自然 这个 59到61的灾害以后 有 这个几年的调整 当时 那积累率下降一点 是达到22.7% 这都是算比较高的积累 35计划的话 它积累率达到26.3% 那么45计划呢 积累率达到33% 所以 从积累 从增加 这个积累 的程度来看的话 计划经济还是有效的 那从投资呢 你积累起来的目的 最主要是什么 是用来投资于工业 尤其是中工业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可以看 在15计划的时候 投资于农业 虽然当时它雇佣的人最多 它呢 得到的投资 只占7.1% 轻工业达到6.4% 重工业达到36.2% 其他的占50.3% 那所谓其他呢 其实很多是跟重工业有关的 比如说你修电站 不算在重工业里 但为什么要修电站 是因为你要练钢铁 你就必须有电 你修道路 那是因为你要把困难资源运出来 去做中工业的投入 所以它要道路 因此可以讲说 从15计划以后 至少一半以上的投入 都跟中工业有关 25计划以后就更明显 25计划呢 中工业本身就达到54%的投入 即使在63到65的调解时期 由于农业前一段减碳太多 所以它有增加一点农业的投入 但实际上它的主要的投入 还是在重工业 35计划是这样 45计划是这样 所以从动员资源 来投资以重工业的角度 那么原来计划经济体系 还算是有效的 然后呢 这个产业的产出的比重 52年的时候 57.7%呢 我们产出是属于农业 工业的产出 在我们整个国内的产出当中 不到20% 其他像服务业 占22.8% 那么随着这个计划经济 来支持工业的发展 尤其是中工业的发展 各位可以看呢 这个工业的时候 比重就增加了非常的快 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工业所占的比重是超过40% 然后呢 农业呢 就从57%降到40% 其他的像服务业的话 那就大量的萎收 服务业的萎收里面 比如说 从这个各种记载来看的话 在52年以前 整个在北京里面 这个小吃店可能有一万家 当时才一百万人口 到了70年代的时候 整个北京 79年的时候 开始改革开放 整个北京换店只剩下一千家 人口呢 已经变成了将近一千万 所以服务业的就大量萎收 那因为呢 大部分的资源 都是用来投资工业 工业里面呢 是重工业占到一半以上 农业呢 农业呢 它从 占到NAS57 等于58 降到75年的时候 剩下38 萎收了将近20个百分点 那么从工业的比重来看的话 到70年代 我们工业的比重 比法拉国家工业的比重还高 好像很先进 而且呢 从某个角度来看 也有很多 很让我们骄傲 60年代 原子弹就可以试爆了 70年代 卫星就可以上天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工业的比重很高 而且呢 好像也很先进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又是非常落后 就是就业 绝大多数的就业还是在农业 52年的时候 83%的劳动力是在农业的 那么到了78年的时候 在农业的劳动力还占73% 工业呢 虽然从20%增加到将近50% 它的这个产值 但是就业你来看的话 52年在工业的就业只有6% 一直到78年 也不过只是翻了一翻 变成12.5% 那么服务业呢 人口增加了不多 那这主要什么原因呢 因为重工业能创造的就业非常少 所以它产值增加了非常多 但就业呢 增加了非常少 如果从就业的结果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一个农业社会 因为任何落后国家 它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在农业 然后人的劳动力啊 主要集中在农业 所以从产值的角度来看 我们到70年代好像很先进了 比重很大 而且呢 又先进的原子但卫星 但是从就业的比重来看的话 就业的结构来看的话 我没有跟一个 非常落后的农业社会是一样 然后这个生产的效率不高 生产的效率不高呢 可以从一个指标来看 就是流动资金所占的比重 越有效率的经济 它的流动资金 所用的比重是越低的 流动资金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是做库存用的 买原材料的库存 或是你产品生产出来以后 还没卖出去的库存 那要占流动资金 那这个库存越高 不管是原材料或是产品的库存越高 就代表越没效率啊 现在像日本这些发达国家 现在它推行的所谓零库存 对不对 你要你生产的东西 马上卖出去 然后你要的原材料 是要生产的时候才进来 那它就零库存 零库存的话 它占的流动资金就少 它效率就高 那我们来看 这是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 开始进到国内来 帮我们做计划经济改革的时候 提供一些资讯 当时他们做了几个跨国的研究 跨国的研究是说 他看到的是1981年的时候 中国的制造业里面 流动资金占了它总成本 达到32.7% 印度79年 它因为不是同一年 它是把几个不同的地方的研究 把它聘在一起 印度79年的时候 它占的流动资金是29.7% 1963年的韩国 它的制造业里流动资金 只占7% 日本53年的时候 流动资金占19.9% 英国70年流动资金占12.6% 当时的苏联72年的时候 流动资金占29.5% 那中国是偏高 那是代表梅小林 那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有趣的是 苏联是计划经济的 中国当然计划经济 印度它也是动工业有限发展的 它也有国家纪委 国家来配置资源 其他的是市场经济国家 那各位可以看呢 就是说 在这种计划经济当中 可以从 中光优先发展计划经济当中 它的 这种流动资金占比高 而代表它成效率低 那效率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 生活水平提高的非常慢 这个生活水平提高的非常慢 可以这么来看 从52年到78年 我们的经济大概翻了两翻 如果52年是100到78年 达到453 所以大概是翻了两翻 然后从消费来看的话 增加了非常慢 增加了非常慢 全国的话 52年跟78年比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它的消费只增长77% 然后消费增长当中 农村跟城市比较起来 城市大概翻了一翻 从100变成212 农村地区经过25年 26年 所以提高了57.6% 那么在城市里面 翻了一翻 当中有相当多的是怎么来的呢 当中有相当多的 事实上是 每个家庭里面的劳动人口的增加 比如52年之前 一般妇女是不工作的 后来毛主席解放半天天 所以妇女都工作 所以她有工资了 那都赚了一份 所以消费就多了一份 还有呢 你在52年的时候 很多是小孩子 到了七八年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 进入到劳动年龄了 增加了 所以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并不是工资的增加 主要是劳动参与者的增加 那这也是一种 从经济上来讲 好像翻的两翻的 但是生活水平提高的 非常的慢啊 并且呢 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是不能再扩大的 这里面呢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50年到1978年 1950年的时候 我们呢 美国差不多9000美元 我们呢 100多美元 然后一直到78年的时候 我们的增加了会 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呢 是在扩大的 并没有说 因为我们计划经济 推寻了 花那么大力量 即使有原子弹 有人造维生 但是整个劳动生产率水平 跟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的产出水平 跟发达国家 差距是在扩大的 这就是我们在1979年开始 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 它的这个之前的整个经济的情况 城市里面是工业化 按照计划经济来推寻 农村里面是合作化 当然呢 也有粮食制给自主 通过这些制度的存在 那么这样的一个推寻的结果呢 就是说 跟我们1949年的时候 毛主席在天安门官场上面 首奖的中国人站起来 要达到呢 名副国强的目标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没达到的 实际上呢 是说 经过这么长的努力 并没有真正实现 当时革命所追求的目标 因此呢 才会在1979年以后 要进行一个大的改革 一大的转型 那么你要转型的话 你们就要来推寻说 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办法 如果计划经济在中国不成功 在其他普遍国家也不成功 那我们要问你 有没有对社会 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讲 有没有可以讲说 可以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又让国家富强起来的 富强起来的办法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看的 就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因为二次大战以后 他出现了大部分的原来的殖民地 跟半殖民自己国家 起了政治上的独立 开始追求他自己国家的现代化 总的来讲呢 每个国家都想赶上发达国家 有中国梦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现代化的梦 但几乎所有推寻 这种计划经济的赶超的 发达国家的这些愿望的国家 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它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里面呢 它是有 这边是西欧 这是北美啦 加拿大啦 澳大利亚啦 这些西方的后代的国家 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世界 这个是全苏联国家 黄色的是东欧国家 然后 这个是东亚国家 然后 这条平的是非洲国家 然后 还有一个拉美国家 这个是拉美国家 从这边开始 拉美国家 所以你们来看的话 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 它呢 跟发达的国家 差距 差距是在扩大的 绝大多数的国家 地区 差距是在扩大的 那当然有少数的例外 这些少数的例外 基本上是在东亚 这几个经济体 日本 跟亚洲 是条条 他们在奥斯大战以后 基本上是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 到70年代80年代 变成中等收入 像日本 还有呢 日本还有像新加坡 香港 他们就变成高收入 他们真正的缩小 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那么东亚这几个经济体 相对其他国家 大部分的中等收入陷阱 或低收入陷阱 他们能够真正的缩小 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低收入 变成中等收入 那么到80年代 90年代的时候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也都变成高收入经济体 那么这些 东亚成功的这些 国家这些经济体 它是不是呢 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追赶发达的国家的这个梦想 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选择 那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选择 我们就必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东亚经济体能成功 而其他地方普遍失败 为什么东亚经济体成功 其他地方普遍失败 那再接一点呢 你就要看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那对它背后的道理呢 学界当然感兴趣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各种不同的假说 第一个呢 当然日本60年代 70年代它的成功 已经非常显著了 那么当时呢有一种学者的提议法说 日本所以成功是日本的特殊性 在解释 在解释这个欧洲成功 有一种说法就是 上次我们在介绍李悦瑟知名的时候 有一种解释说欧洲为什么成功 因为欧洲呢它是原来是轰建社会 轰建社会崩溃了以后就出现了资本主义 就出现了工业化 那它这个背后的道理是说 为什么轰建社会崩溃以后 会出现资本主义 会出现工业化 一个呢是原始在轰建社会的时候 承搬贵族 它都像一个小的自然经济 市场的规模非常小 那轰建社会崩溃了以后 变成统一的Nation State 一个民主一个国家 王室的力量加强了 把轰建贵族的力量打弱了 然后呢 全国就变成统一的市场了 那从亚当·史密有一个说法说 市场的范围越大 风工这个乐器效率就越高 效率越高以后产出又增加 产出增加了以后就支持工业化 这是呢 对西欧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就是说它工业它空间社会的崩溃 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 然后呢 创造更多的物质去支持工业化 然后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那么解释日本成功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样 日本虽然在东方不是在西欧 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它的政治形态跟西欧非常像 当时呢 它虽然上面有天皇 然后有大将军 但是它下面分成两百多个城邦 日本叫大明也就是贵族 每个贵族呢 其实是一个自然经济 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的时候 它是规定不能在河上建桥了 它分成很多领地 然后日本你看看它的国土呢 中间是山对不对 然后山呢就有很多河对不对 到海岸 所以有很多从山流到海岸的河流 然后它当时为了便宜统治 它不让每个城邦贵族坐大 所以它的规定呢它不能修桥 因此呢它内部呢 虽然是好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有天皇有大将军 但它实际上是分成两百多个自然经济 后来明治维新了 政权归于中央政府了 然后呢地方的贵族呢 它的政治影响力没有了 然后呢开始可以修桥了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市场 那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 西欧呢 轰建社会崩溃 然后进入到Nation State 一个民主一个国家 它的过程一样 然后呢市场规模扩大 分工扩大 效率提高 他们认为日本成功是因为这种历史 或是它的传统政治被打破这个特殊性 然后在亚洲地区 世界上的地区呢 很少有这样的跟欧洲一样的政治体系 这个在黑暗时代的同样的政治体系 它是用这样来解释日本 好像听起来也很有道理 对不对 但这个说法很快到了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就被打破了 因为呢到了八十年代 亚洲四条小龙也成功了 性儿呢 这个说法被打破了 要不然的话 你要中国要现代化怎么办啊 先退回到春秋战俄时代 对不对 春秋 这个西周的话 中国还分成八百多个贵族 对不对 轰建王国 那东周剩下几个 当中就是七雄啊 只剩下七家 对不对 所以中国如果要强盛起来的话 先把中国分成几百个国家 那当然这个 如果那个理论是正确的话 韩裔就是这样的 幸好这个理论 八十年代就被推翻了 被推翻了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也都变成现代化的 新兴工业经济体 也实现了现代化 经济发展非常快 缩小便发达过掉的差距 然后呢 他们为什么成功 固然打破了第一个说法 但是呢 为什么解释这些 经济体成功 那么当时有一个非常盛行的说法 是说 这些都是在儒家文化下 然后原来在解释西方为什么工业化 有一个说法是马克思韦伯的假说 马克思韦伯他一个非常有影响的 这个假说呢 就是说 基督新教跟资本主义社会 他认为西方所以能够出现资本主义 出现工业化 是因为有一个基督新教 原来罗马天子教 那罗马天子教的时候 一般人他追求的是来世 所以呢 他那个 这个在 现世的话 他实际上呢 他呢 要是不太共事居累 他只追求来世的 这个进入天堂 那要是有赚了钱 要是有钱 要是有钱 他都监献给教会去修教堂 教堂到处修得都很漂亮 他们的末尔那样呢 不适合 就不能够进行工业化所需要的积累 后来呢 出现了基督新教 尤其呢 开始的是这个 卡尔文教派 卡尔文教派呢 就强调人要勤劳 要努力 然后积累财富是光荣的 而且积累的财富呢 不是拿去修教堂 因为基督新教的教堂都非常简单 里面都没有什么装饰的 那么有了权力以后可以积累 有积累以后 那么就可以去买新的积累买的设备 那才能够进行工业化 这是呢 这是马克思韦伯非常有影响的 就是说实际上 他认为你要进入到工业化社会 必须先改变你的价值 其实这个说法到现在 现在在国内还很有影响 然后呢 到了八十年代 这个亚洲思想小狼成功了 他们解释说 为什么亚洲思想小狼成功呢 因为儒教文化也强调勤劳也强调节约 对不对 我们俒教文化也强调勤劳也强调节约 这个就跟基督新教一样 而且我们还强调 我也没强调努力工作 跟基督新教一样 而且呢 比新都新教还好一点 因为儒教文化还强调呢 还强调要尊老进展 还要强调呢 对统治者的这种苦从 那这样的话 不是更容易维持社会稳定吧 维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又加上强调 所以他认为东亚经济稳定社会成功 是因为呢 有这些跟基督新教同样的这些伦理价值 提起好像也对啊 但这个说法也有问题 如果仔细想想看的话 那武士运动的时候 不是要打倒孔家殿嘛 把中国所有的落后都归罪 因为有儒家文化 而且这个不是武士运动 中国本身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六十年代在台湾 那也都是这样 说台湾说也为什么要落后 就是因为儒家文化 而且不仅是中国这么说 韩国也这么说啊 韩国说他为什么要落后 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啊 那你总不能成的时候是儒家文化 拜的时候也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只有一个啊 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 第二个值得怀疑的地方 如果儒家文化是让亚洲思想 小龙成功的根本原因 那儒家文化的大扁云在什么地方啊 在大陆啊 那大陆应该发展得更好啊 那为什么七十年代 那当时中国大陆也非常落后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 似乎也不能解释 你总不能不发展的时候 是儒家文化造成的 发展的时候是儒家文化造成的 那么第三种说法 是一些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提出的 他认为东亚经济为什么能成功 是因为冷战带来的好处 所以冷战带来的好处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就是说 由于二次大战以后 分成资本主义阵营跟社会主义阵营 那资本主义阵营呢 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 而东亚这些经济体 成功的日本亚洲四条小盟 又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 然后呢 一般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 中文一句话 一穷一闹革命 对不对 在穷的地方 人容易闹革命 所以美国 为了防止社会主义的扩张 就给东亚这些经济体 很多军事上的援助 经济上的援助 比如说 对这个东亚经济体 有很多所谓美援 美国的援助 给资金 而且呢 对这些经济体 没有技术红手 所以美国的这些先进的技术 可以到这些经济体来 并且呢 美国也给它开放市场 它的产品可以自由的进入美国市场 那我们经济要发展的话 一个要资金 又要技术 对不对 要市场 那这些经济体呢 它因为能战的原因 美国很大方的给他们提供资金 给他们技术 也开放给它市场 并且呢 金市场又给它保护 让它呢 可以维持 这个 国航安全 社会治安 那这些呢 都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这是解释东亚经济成功 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啊 因为经济发展 要社会稳定 政治稳定 要资金 要技术 要市场 他们认为呢 这些都是能战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听起来好像也对 对不对 但我觉得就是说 我一再跟各位讲说 你们要当委这些知识分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一个quick thinking 要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比方好像听起来有道理 就认为是对的 你可以做个推论 如果冷战是东亚这些经济体成功的主要原因 那么东亚跟拉美比较起来的话 哪个地区应该发展得更好 拉美是不是应该发展得更好啊 拉美呢 它虽然不是在苏联跟中国的前沿 拉美有一个古巴对不对 古巴有一个国民领导人叫什么名字啊 卡斯托罗对不对 到现在还没死 而且这个人特别有魅力 对不对 然后呢 拉美就在美国的霍宴对不对 然后拉丁美洲的这些 你觉得卡斯托罗到今天 在拉丁美洲还是得到很大的尊敬啊 那就谎看这个美国 叫Yanky的一个符号 所以当时呢 卡斯托罗在古巴革命成功以后 古巴虽然是一个很小 但是对拉美的影响非常大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美国对拉美的开放 给的援助 开放的市场给的资金 你来比是给东亚多呢 还是给拉美多啊 那当然给拉美多 那拉美如果这是原因决定因素的话 拉美应该发展的比东亚好 但实际上拉美比东亚发展的不好 而且在东亚当中 如果冷战是主要的原因 东亚哪个国家应该发展的最好 应该是菲律宾发展的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原来是美国的殖民地 所以它的市场基本上是互通的 而且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金氏基地 飞机场港口都在菲律宾拉 所以美国给的援助是最多的 原来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在亚洲发展最好 当然五十年代由日本发展的最好 第二个就是菲律宾拉 但是到现在 菲律宾是亚洲地区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到八十年代已经很落后了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冷战是不是造成东亚成功的决定因素 我想顶多只能说是有利因素 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 如果是决定因素 亚洲地区最成功的应该是 菲律宾 然后如果是决定因素的话 拉美应该比东亚更成功 但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 所以这个假说 我再说一次 你们要当知识分子 绝对比尔人家提出了一个说法 听起来好像有理你就接受了 你一定要抱着 如果他是对 我应该同时看到什么现象 如果那些现象不出现 那代表这个说法不见得对 那么再来的话 有一种说法是说 东亚社会成功 是因为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让资源配置价格 价格信号没有得到理去 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合乎经济学理论 自由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有效率啊 然后初初一看东亚这些经济体 确实都是市场经济体 但是呢 如果真正了解东亚经济体的人 你会发现 实际上呢 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都非常强势 都对经济非常有干预 都有产业政策 并不是资源都按照市场配置 它是市场经济体 当然有一定的市场的作用 但是它政府并不是无为的政府 并不是像主张说 get price right 然后呢 让市场自由配置 资源经济就发展起来 这些国家 这些经济体 政府都非常强势 都推行了产业政策 去支撑某些产业的发展 并不是自由配置的 所以呢 跟现实不符合 那反过来就有另外一批学者就讲说 东亚发展成功 是因为政府干预经济 故意把价格搞扭曲了 然后搞了扭曲以后 再来配置资源 来发展那些 重要的战略性的产业 然后发展起来 有一个MIT 一些在美国在英国 少数派 但是也有这样的学者这么说 他这么说 他也不是凭工 他也是多了大量的经验实证去看 东亚这些经济体 确实政府都很强势 而且呢 你比如说金融的价格都稍微抑制 然后政府都有计划 比如大陆这边叫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 我大陆推行的是计划经济 台湾推行的是经济计划 所以他每四年也有一个经济计划 但是你固然他有这些经济计划 韩国有这样的日本有同产神 那我们台湾呢 有工业部 然后也有经济计划 新加坡也有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是政府干预经济 来配置支援成功 是东亚成功的主要原因的话 那怎么来解释 中国大陆也是计划经济 印度也有政府的计委 还有呢 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计划经济 他们早就不成功 所以你简单的讲说是政府干预成功也不对 如果说政府干预成功 那大陆应该早就成功了 也不用改革开放了 所以这个说法也有问题 所以呢 后来最近我提出的 叫新结果经济计划 那想来对这东亚成与成功 提出一套新的解释 这个解释呢 主要是东亚经济成功 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 都充分按照他们的比较优势 来选择产业发展产业 他们进入的产业 基本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的 符合比较优势 才能够形成竞争优势 然后呢 一方面发挥比较优势 二方面呢 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 所形成的货化优势 来降低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 跟风险 所以它呢 可以比发达国家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速度更快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速度更快 收入水平增加的速度就可以更快 因此呢 就能够实现跟发达国家的收敛 你要向发达国家逼近 一定是你的收入水平要增加的比它快 你收入水平要增加的比它快的全体 劳动生产率水平必须比它快 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提高的比较快 就是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速度 必须比发达国家快 发达国家 它的产业技术都在全世界最前沿 它都必须自己发明技术发明产业 那种发明呢 投入非常大 洪行非常大 所以我们知道发达国家 它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 从原来每年的这个 这个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增长 大概只有0.05% 要1400年才翻译翻 工业革命以后突然间增加20倍 变成呢 每年的提高是一个百分点 翻译官所需要的时间降为70年 然后呢 到了19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 它人间劳动生产率或人间收入水平提高 每年大概2% 加上人口增长 它每年的增长速度平均大概3% 但是呢 它从工业革命以后 它都必须自己发明技术发明产业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 开始的收入水平比它低 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 那么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 它的含义就是 我的技术水平跟产业的附加价值水平比发达国家低 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 然后呢 我们所谓技术创新 无愧在下一集生产的时候 所用的技术比现在还好 所谓产业升级 我也说我在下一集生产的时候 我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 比我以前的附加价值高 它不必是全世界最甜言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就可以用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 来降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 但是你要有竞争力 你必须呢 你进入的产业服务比较优势 你的钥匙生产成本才能最低 那只有钥匙生产成本最低 再加上在政府的帮助之下降低交易成本 那你的总成本最低你才有竞争力 有竞争力以后 你就可以占领市场 创造历任创造剩余 剩余的积累以后 资本就增加 要是比方变化呢 比较优势就变化 比较优势呢 往资本更密集的地方去升级 然后你的产业 你的技术也要升级 产业技术升级 你就可以利用合法优势 那基本上呢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 东亚经济成功 实际上是因为充分利用了 比较优势跟合法优势 那在这里面呢我想呢 利用这个机会呢 再更 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 这个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涵 在新结构经济学 在花展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 我定义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企业的自身能力 企业的自身能力 自己生存的能力 那自身能力我是这么定义的 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 如果在自由进出的竞争市场上 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补贴和扶持 就可以赚到设备上可以接受的 预取利润的话 那这个企业 它就有自身能力 这个定义呢 在一般 到目前你们看的书里面 大概都没有这样一个定义方式 你比如说 我先舍量叫哪些 我说它是正常经营管理 当然我知道管理好跟管理差 会影响利润水平 对不对 管理好的企业利润水平 应该比管理差的利润水平高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 花那么多钱去读MBA 读EMBA 对不对 但我现在先把这个舍强掉 说这个企业管理没问题 它是正常管理的 它不是请这个天才来管理 它是正常管理 但它也不是差的管理 它是平均的管理 然后呢 它可以赚到设备上可 接受的预取利润率 在没有保护补贴 就是靠它自己 不是靠政府的保护补贴 那第二个 没有保护补贴就是说 它是靠自己的 然后它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预取的利润率 这里面呢是这样 就是说 利润率是会有涨跌的 因为有经济周期 对不对 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赚钱 经济差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亏本 并不是你赚钱就一定管理 并不是你赚钱就一定管理 就代表没问题 如果你赚钱 你赚得比别人少 你老是赚得比别人少 有没有人要去投资 没有人要去投资 对不对 那如果在差的时候 经济差的时候 你也亏损 大家也亏损 你只要亏损 不比别人差 也不见得要 放弃你这家企业 因为它有周期 等到经济又恢复的时候 你又赚钱了 所以大家并不是看一期的盈利 它是看一个周期 或是平均的利润 所以我是义取利润是指这样的 然后呢 你在这个 这是一个定义 只是说 我把什么东西舍上掉 那我们来讲说 如果一个企业 它不具有自身能力 也就是说这家企业 它是有正常管理的 但它不具备自身能力 它赚了钱 然后比预取的 比这个大家预取 这个行业里面预取的利润低 然后 它如果要继续经营下去 怎么样才能经营下去啊 那就反过来一定要有保护补贴 如果它没有保护补贴 那老不 比人家赚100 你老赚50 有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企业啊 或是说这个行业的企业都可以赚100 你这个行业的企业都只赚50 有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行业啊 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嘛 因为你赚的预取利润比其他的低嘛 就不会有人去投资 那如果说你的预取利润比别人低 它还要存在的话 一定有外部的保护补贴 外部的保护补贴主要是来自义政府 那为什么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 如果管理好外费影响利润 这个我们知道的 但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 为什么会利润比其他行业低呢 我在这里面所要强调的是 他所进入的行业 他所用的技术 是不是合适的问题 那么这个自身能力是一个我提出的概念 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微观分析的基础 我希望大家呢 将来在看问题的时候 讨论问题的时候 要把这个概念提进来 我们你比如说讨论国有企业的问题 一般都认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好 你们的概念会怎么说 为什么国有企业经营不好 我们一般都会说他因为他是国有 是不是 一般从产权来分析 对不对 国有企业他认为他是国有 所以他当然经营不好 所以呢 他这个常常经营是国家雇员 他不是受有者 所以他经营不好 要保护股贼是结果 不是原因 对不对 那一般认为他是国有 对不对 假如你们看我的分析 你会发现 国有企业所有经营不好 其实是因为他所在的产业有问题 一般国有企业 所在的行业是资本比较密集的行业 对不对 跟民运企业所在的行业不太一样 然后那些行业的话 其实你把它私有化以后 一般认为产权的问题 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国有的话 解决办法是什么 是私有化 对不对 那你其实发现 这个是在80年代 90年代 在国际上非常盛行 在国内当然到今天还很盛行 可是你要是看前苏联 现在的俄罗斯 他把当型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 效率有没有提高 现在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效率没提高 补贴减少的还是增加的 现在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 证明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还多 那关键问题是什么 就没有企业知识能力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看 知识能力怎么决定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是只有两种要素 资本跟劳动 重则讲的是资本 重则是劳动 然后这个经济体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体 它可以用资本跟劳动来生产一种产品 只生产 这个经济体只生产 只有两种投入要素只生产一种产品 这是最简单的经济体 就有点像我们生物学里面的单细胞 然后这个产品有不同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这是一条等产量曲线 这条曲线上面的每一点代表它的产量是一样多的 这个概念有吧 等产量曲线的概念大家知道吧 我想我一贯经济学里面入门就讲等产量曲线 那我们来比较A跟B 它有什么差异啊 A呢 它代表它水龙的技术里面 这么多劳动这么多资本 B呢 用了这么多的劳动这么多的资本 所以A跟B比较起来 A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 对不对 B是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对不对 A跟B B是技术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A是劳动比较密集的技术 当然 A往右边代表劳动力也密集 A往左边代表资本也密集 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 在这两种技术当中哪一种技术比较好 A比较好还是资本比较好 认为A比较好的技术 认为B比较好 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比较好的技术 这就是问题啊 它的产量一样 但是大家都会先认为 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比较好 对不对 那它实际上产量是一样啊 啊 那产量是一样啊 哪有呢 如果产量是一样 质量是一样 应该成本越低越好 对不对 成本怎么决定啊 另外一个概念叫等成本曲线 对不对 大家知道一个概念叫等成本曲线 等成本曲线 基本上去决定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这个经济里面 资本跟劳动的相对豪富程度 然后它就会形成相对价格 根据它相对价格 我们可以画一下等成本曲线 像这个C线 或是D线 C跟D比较起来的话 可以看到 C的经济体里面 是劳动比较多 资本比较少 它大概有这么多劳动 这么多资本 它形成的等成本曲线 就像这条C线 反过来它资本比较多 劳动比较少 它形成的等成本曲线 就是这条D线 等成本曲线有什么特性啊 越接近原点成本越低 对不对 我想你们在读维观经济学里面 这是都是入门的概念 对不对 越接近原点成本越低 然后等成本性跟等产量性 在什么状况之下成本最低 我想你们有一个概念就是 相缺点代表成本最低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假定说 这两个C跟CE 它的学历相等 就代表它的相对价格相等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 这两个代表相对价格相等的状况之下 缺点跟A它是缺在A这一点 那么就是说 它能达到最低的成本 是这个相缺的这个地方 因为接近原点 成本越低嘛 那么如果 在这样一个等成本下 如果它用B的方式来生产 成本是高的还是低的 成本就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等成本性向C的话 A点的技术比B点的技术好 所以并不是资本越密集的技术也好 成本越低的技术也好 成本越低的技术也好 那成本 哪一种技术成本低 决定于你的相对价格 资本跟劳动的相对价格 资本跟劳动的相对价格 我决定资本跟劳动相对丰富程度 反过来讲 如果说 为什么发达国家 它同样一个生产活动 为什么它用的资本相对比较多 我拿一个具体的观察 比如说汽车生产 像日本的丰田 美国的这些 美国的像通用 在中国都有市场 对不对 你要到中国的这些汽车厂 跟到美国日本的汽车厂 或到德国的汽车厂 同样一个型号的汽车 你在发达国家汽车厂 基本上你看不到工人的 都是机械人 robot 但是到中国的汽车厂 你去看到处是工人 基本上都是用人组装的 为什么 人比机械人在中国便宜 反过来在发达国家 机械人比人便宜 因为它资本丰富 它生产同样是一辆汽车 所以产品是一样的 因此呢 这里面我想要打破大家一个概念 这是国内发展中国家 最容易换错误的一点 就认为资本业秘籍也好 技术业秘籍也好 老实说你今天去回去看报纸 或是看经济学校的讨论 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也认为资本业秘籍也好 不只是你们换这样的 太多人换这样的说法 好 怎么这么快啊 好 我把这个 至少把这个讲完 所以呢 等成本线的学历呢 决定于要素笔后结构 然后呢 你只有在最 你选择的技术 能够让你的成本 最低 那这样的技术 就是有自身能力的技术 但反过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国家 社会精英 国家领导人 认为呢 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比较好 然后呢 要这个企业 去采取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说你等成本线向C 可是由于国家战略的原因 要你采用B的技术来商产 这个企业有没有支撑能力啊 它就不能得到预取的利润率啊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经济当中 一起利润率应该是成本 等成本性跟这个 等产量性交接的那一点的成本 是最低的成本 在那种状况之下 这个企业的利润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利润 那如果 它在这个图里面 当然它的利润率等于0 那你如果是 要它采用B的技术的话 它的利润率是多少 就变成负的嘛 比大家可以接受的预取利润低了嘛 负的利润 跟0利润来讲 负的利润不是更低吗 那你有比预取的利润低的话 这个企业就没有自身能力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自身能力呢 它实际上是决定你的技术选择 如果你技术选择 违背了你的要素 所决定的最低成本 的那个技术的话 其他用其他技术 去生产的企业 是没自身能力的 那只有呢 政府给它保护补贴 这个企业才能够存在 然后再进一步讲 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再扩张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再扩张一下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经济体 它呢 有一个产业 我刚讲的是一个产品 一个产品的经济 我们现在可以再进一步扩张一下 说有一个产业的经济体 产业跟产品有什么差异呢 产品只有一种产品选择 一个产业可以有好多种产品 而且一个产业里面呢 通常呢 我们经常讲微笑曲线两端 对不对 它有产品的研花 产品关键部件的生产 产品的组装 对不对 那这个研花 关键部件的生产跟组装 哪一个资本最密集啊 一般研花资本最密集 关键部件的生产要机器设备 所以资本要多一点跟研花比较起来 资本投入不那么大 组装的话主要靠劳动力 对不对 但它是不是都在一个产业里面 都在一个产业里面 然后呢 我们能不能画 比如说越高的是资本业密集的 生产区段 越低的是劳动力 越减的生产区段 高的我们可以讲说它是研花 中间的是关键部件 最后呢是组装 我们能不能 每一个都画一个等产品曲线 然后呢 让这些产品的产值是一样的 应该可以吧 这个产值跟这个产值 跟这个产值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一个产业的话是 这种等产值线的暴露线 是这个等产值线的暴露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 到底是在哪一个生产区段好 我想绝大多数的人 你要是不上我这个课 没有自身能力的概念 一定是认为研花好 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要讲 创新创新不是只有研花吗 认为创新是好吗 如果你没有自身能力的概念 你就会这么看法 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 非常强到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 也是这么看法 但是我们来看看 你这个企业有没有自身能力决定于 你的生产成本是不是最低 生产成本是不是最低 决定于等成本曲线 等成本曲线 决定要素禀赋 对不对 如果你的等成本曲线 是这条西1很陡的这条 你最低的 当然就是要到I3这个地方 A3的方式 来从事这个生产活动 它是资本很密集 技术很密集 如果你要是像西这条学线的话 那么你最低的等成本线交接的地方 是要A1这个产品 用这种技术来生产 那么这个一点的产值 跟这一点的产值是相等的 但是成本是不等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你劳动力多资本少 你等成本曲线是比较平的这条 那你如果去从事A1的生产 你成本最低 你要是从云山的生产的话 你的成本是富的 所以给它保护补贴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资本很丰富的国家 你在这一点的话 对你这个经济你在这一点 也是成本最低的点 如果你要去叫它用A1的方式来生产的话 会怎么样 成本就高了 它就没自身能力了 我拿一个具体的来讲 2008年危机以后 奥巴马不是讲制造业回归美国吗 对不对 美国现在最有竞争力的制造业 就像苹果手机嘛 当时他就把Steve Jobs等等这些 美国的工业界的大佬找来开会 然后奥巴马就说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 苹果机的组装都搬回美国啊 Steve Jobs说不会搬回美国 搬回美国他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苹果机在中国组装 劳动力很便宜啊 他在美国整个人做事做盐花 对不对 他如果来中国做盐花成本很高 他不会在中国做盐花 但如果他要在美国做组装的话 他苹果机的成本就上去了 对不对 他就给三星 人家三星在中国组装 性能也差不多 成本低了很多 可以卖的成本低了很多 所以他的时候是不会搬回美国去 所以政治家有时候 都觉得创造就会很好啊 但他没自私能力的概念 但你们作为知识分 作为经济学家 读过经济的 就要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你要是说 你选择的产品 或是技术 不符合你的要素秉赋的特性 你的生产产品就高了 在一个公开竞争的 即使你管理是正产的 你还是要比别人的利润低 比别人的利润低 除非你政府给他保护补贴 不然他就活不了 所以他没自私能力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概念 再扩张一下 假如说有一个经济体 一个经济体的特性是 有几个不同的产业 我刚刚都是一个产品 后来一个产业有各种产品 到现在有各种产业 我们假定说这些有三个产业 这三个产业里面 一个是K产业 是资本最密集的 一个是I产业 应该是劳动力最密集的 中间是劳动力跟资本居中的 一般人会怎么考虑呢 因为资本业密集的产业也好 越先进对不对 那就认为应该去发展 越先进的产业 然后我们来看看 当然有些经济体在那些最先进的产业 如果你的等成本线是 像这条低线非常多 就代表你资本非常多 在这三个产业当中 你会进入到K产业 去生产这样的一个产品 用这个产品所代表的技术 或是这些产业生产这个产品 用这个技术 你不会去进入到I产业 因为你进入到I产业的话 它就是相缺一点也是这一点 它的成本比这个高 企业在那个地方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这个企业在这个行业的利润力 比在其他行业的利润力低 除非政府给它保护补贴 不然它不会存在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虽然你面对这三种产业都可能的 但是你的等成本线是C线 你能最低成本生产的 是这个I 然后这I1 或是J1这个地方 这两个产业的这两种产品 如果说你要让这个经济体 在这样的等成本线的 要素比我所决定的等成本线 去生产跟发达国家 同样的产业的产品会怎么样 成本就比较高多了 对不对 高多了 你跟其他 其他两个行业里面的企业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利润就比它低 然后除非政府给它保补贴 不然它就不会存在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说 什么叫企业的支撑能力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有正常管理 所以管理不是问题 我把管理先抽取掉 我当然知道管理好的企业 跟管理差的企业不一样 你比如说同样的手机行业 为什么阿婆这个苹果那么赚钱 摩托罗拉就被淘汰掉 因为管理有关 所以我知道管理好坏有影响 但是我现在建立一个新的 经济学的概念叫自身能力 这个自身能力是根据你选择的技术 你选择的产品 或是你选择的产业 跟你这个经济体的要素比物 所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有关 跟你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的相对价格有关 只有你选择的这个产品 你选择的技术 你选择的产品你的产业 跟你要素比物所决定的相对价格的特别 是一致的 你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才能够获得大家接受的预期利润率 你才会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 就会有人去投资 就有人去商场 如果你违背了这个 那你的产品会比别人高 你利润率会比别人低 除非国家给你保护补贴 不然就不会有人去商场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样 好 上南克为了解释 东亚这些经济体为什么发展比较成功 那么其他经济体 为什么在战火 见起来都努力不成功 现有的理论解释都有缺陷 所以我们就想提出一个新的解释 这个新的解释实际上 是我最近在提倡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切入点 那么当中 我定义了一个叫自身能力 这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围观基础 也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里面 大家一般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 都有很多问题的判断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判断 就有很大的缺陷 那我对这个自身能力的定义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非常的仔细去了解 我定义是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 所谓正常经营的就是企业管理没问题 管理没问题 那么在自由进出的自由市场 自由进出的市场 这个市场是进出的 企业可以进也可以出 那么他在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补贴或扶持 也就是他全部靠自己 所以才叫自身能力 自己生存的能力 就可以赚到社会上可以接受的预取利认率 他能赚到的预取利认率 是社会上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说跟其他不同行业当中的企业 或是同一个行业当中的其他企业比的话 他并不比别人差 因为如果他比别人差的话 那就不会有人去投资这家企业 或是投资这家企业 发现他老是表现比别人差 那就不会继续经营下去 这个定义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那么如果说一家企业 他的经营管理没问题 但他预期赚到的钱 比其他企业低的话 这家企业要存在 那一定有外面的补贴 我前面讲说 没有任何外在的补贴 他就应该可以赚到 大家可以接受的预取利认率 那如果说这家正常经营的企业 他不能赚到 外面大家可以接受的利认率 那就代表这家企业 他是没有自身能力的 那没有自身能力要生存下去的话 那一定有外力的扶持 保护补贴 那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 怎么会不赚到钱 大家一定会问 为什么一家不正常经营的企业 会赚到钱 会存在 这个正常经营的企业 为什么不能赚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利认率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为什么他管理没有问题 但他呢 大家预取 他赚的钱会比别人少 那这里面呢 就是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所要强调的 对一个企业的技术选择 产品选择 行业选择 这是新结构经济学 他的分析的围观基础 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谈到了 这一个非常简单的 只有两种投入要素 资本跟劳动的投入要素 然后呢 一家企业 他如果有正常经营管理 那么他呢 怎么样才会有自身能力 他所谓自身能力就是 他的这个利润率 应该跟其他企业的利润率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在竞争的市场当中 他利润率应该等于零 这也是预期利润率 大家都等于零 那如果你这是负的话 大家就不接受了 对不对 然后在什么状况之下呢 他才能够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利润率等于零 这是最低利润 这是最高的可能的利润 不是最低的 最高的可能的利润 在竞争的市场当中 必须他选择的生产这个产品的技术 跟这个药素比较的特训 是一致的 如果生产这个产品 它有各种不同的技术 可以资本很密集 可以技术很密集 那如果是在一个劳动力比较多 资本比较少的经济体当中 那大家知道资本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劳动力的价格就会比较低 在这种状况上 这个企业 他要达到最低的成本的话 那么应该是在等成本线跟等产量线相交缺的那一点 那一点呢 在一个劳动力比较多 资本比较少的经济当中 那么它的技术就会 这个劳动力比较密集 在这种状况 如果说 你或是说我们政府 或是社会精英 大家都认为资本比较密集的 这个技术比较好 要这家企业 去选择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 同样这个产品的话 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的话 它的利润率就会变成负的 那在这种状况 选择资本比较密集的这个技术的话 这个企业是没自身能力的 你只有选择 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 它才会有自身能力 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在一个资本 比较多的国家 像美国 如果你要生产同样一种产品的话 它反过来 必须选择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它才会有自身能力 其实这个在很多观察 比如说中国也生产汽车 美国也生产汽车 同样一个品牌的汽车 比如说像这个通用汽车 在上海也有厂 在美国呢 底特利也有厂 你到上海的厂 跟底特利的去厂 你会看 都是全自动化的 因为美国资本相对便宜 中国相对多相对便宜 中国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 所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 它的技术选择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反过来想就是说 以前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九十年代初 我们国内引进很多国外的汽车厂 当中呢 武汉有一个东风汽车厂 引进一个 这个 一个这个铁血龙的汽车 叫福康车是吧 铁血龙然后一个型号 福康是吧 那个车呢 是从法国引进的 然后当时要求呢 就是跟法国的生产线 完全一样 然后呢 那个组装线呢 叫全速动化 福康车 它排放量是1600的 那条通常线呢 200多亿人民币 在九十年代初 然后经营的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老是在亏本 然后呢 在9596年呢 广东 广本 广州呢 广州呢 广州汽车 跟本能汽车合资生产 这个雅阁 雅阁 雅阁型号呢 是比福康车高一个等级 因为福康是1600 雅阁是2000的 2000的 2000续续排量 是高一个等级的车 但这个雅阁非常赚钱 为什么非常赚钱呢 台南条生产线 只有二十多亿人民币 为什么只有二十多亿人民币 因为它大量的用人工去替代 那些全自动化的机器人 所以呢 我们这边要打破一个 一个迷思 我想呢 在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有一个迷思 就是认为呢 资本业密集 技术业先行也好 但是呢 在竞争当中呢 不是靠技术竞争 是靠成本竞争 成本越低也好 不是说技术业先进也好 是成本越低也好 生产同一个产品 是成本越低也好 那到底呢 什么技术成本低 决定于这个经济体 它到底是劳动力相对丰富 还是资本相对丰富 在花达国家 为什么它老是要用 这个资本很密集的产业 的技术来生产 那它资本相对多啊 它如果用劳动力 比较密集的方式去生产的话 它的成本就太高了 在这种状况 使用这种技术的企业 就没有支撑能力 反过来讲 有一个发展中国家 劳动力多资本少 那么你想去用 发达国家的技术来生产的话 那你的成本就太高了 这个企业呢 除非你给它保护补贴 就像90年代初武汉 这个东风汽车厂的福康车 它叫政府劳给它补贴 虽然呢 它是全自动化的 技术好像很先进 有时也不能只看劳动生产力 因为它基本不用工人 那它当然劳动 它可能只用五六个工人 那当然呢 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很高 那广本的汽车呢 可能用一千个工人 好像呢 它劳动生产力很低 但它呢 总成本低啊 因为呢 你总成本是怎么算 资本的成本 加上工资的成本 对不对 那你如果资本很贵的话 还要加上折旧 它反而呢 比用劳动力 这个 如果在这个 你用资本很密集的 方式去生产的话 你会算起来的成本的结果呢 就比用劳动力多的方式去生产 它的成本还高 那它就没竞争力了 这个概念呢 非常重要 你们在一本书里面 看不到这个概念 但是我希望呢 你们记住这个概念 因为你要分析 中国的问题 如果忘了这一点 那么经常呢 就会变成呢 发达国家有什么 你就想要有什么 我们呢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济呢 再呢 这个 扩张一点 我现在呢 同样是只有资本跟劳动 两种图论要素 但有一个产业 什么叫产业 产业呢 是有不同区段的 你比如用产业的话 它有研发新产品的部分 它有生产这种产品的 各种资本比较密集的 大家能生产的零部件的部分 当然呢 又组装的部分 我们知道呢 研发呢 是资本最密集的 而且风险也最大的 生产零部件的话 那零部件的生产 一般资本也比较密集 然后劳动力 最密集的是组装 像汽车也是这样 你可以研发新汽车 设计新汽车 那通常呢 那是资本最密集 那你可以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像它的这个车窗的玻璃啦 还有呢 它的这个引擎的部分 各种组装各种组件各种部件 到最后你要组装起来 那这是一个汽车产业 那我们国内呢 通常都会认为呢 研发最好 开发新汽车最好 为什么 因为发达国家都做这些 发达中国家一个最大的误区 就是发达国家有什么 那你就认为你应该有那样 当然呢 我们希望有一天也有那样 但发达国家为什么是在做研发呢 因为有研发资本最密集啊 如果发达国家也做组装 像中国用很多劳动力去组装的话 那它竞争不够我们 因为它成本比我们高嘛 它工资比我们高嘛 它就只能去做那些呢 劳动力用的少 资本用的多的那是研发 那中等发达国家的话 像韩国啦 或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那就有很多呢 零部件我们也生产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在国内也要组装 那你可以看呢 九十年代的组装 跟现在组装就不一样 现在的组装呢 跟美国比的话 那自动化还会低一点 但是跟九十年代比的话 那现在自动化会高多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工资高多了 为什么工资高多了 资本积累也多了嘛 所以呢 同样在一个行业里面 我想呢 这也是一个误区 非常大的误区 发展中国家 老是在讲说要自主研发 那自主研发的话 成本要最高啊 发达国家也做自主研发 那你是不是说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要自主研发的话 你资本的丰富程度 是不是一样高 如果不一样高的话 那你可能自主研发的成本 就太高 那进入那个行业 除了国家给它保护不费 不然它是没有自身能力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 延伸到一个行业 然后呢 可以再进一步呢 可以把延伸到一个经济体 所谓一个经济体的话 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行业 这里面呢 有三个行业 一个是资本很密集的行业 一个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行业 一个是居中的行业 那一个经济体应该在哪个行业 生产什么产品 用什么技术来生产 那么从企业的自身能力的概念来看的话 也就非常清楚 如果是你劳动力相对比较多 资本相对比较少 那你应该进入到 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行业 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 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资本相对丰富 劳动力相对少 你就应该进入到 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 然后呢 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方法来生产 即可在这种技术 产业产品的选择 多给你的要素比较的结构 资本跟劳动相对丰富度的特性 相一致的时候 这个企业才可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不必保护补贴 就能够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反过来讲 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你比如说 奥巴马不是在讲说 这个制造业回归美国吗 已经讲了几年了 他从2008年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 他2009年担任总统到现在 那8年时间都快过去了 有没有美国制造业真的回美国啊 基本没有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Steve Jobs还没死之前 奥巴马曾经跟他见过面 他讲说 你为什么在中国 你看这个富士康 专门生产苹果手机 对不对 富士康在国内 固动到差不多100万个工人 他讲说 你为什么把那100万工作机会 让给中国人 为什么不到美国来 到底很简单呢 Steve Jobs跟他讲说 我如果搬回美国来 我就死了 因为我要跟三星竞争 我如果这个苹果手机 搬回美国的话 当然会自动化高多了 但就是自动化高多了 也比用在中国用人工来组装 那成本要高多了 那如果三星在中国生产 然后呢 苹果在美国生产的话 那这个他价格有替代了 对不对 现在呢 苹果已经卖得比三星贵一点了 那如果他要搬回美国去的话 那就不是比三星的价格高20% 该30%的问题 他可能要高100%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选择三星的人就多了 那他处为美国政府给他补贴 但他知道美国政府不会给他补贴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是不会搬回去的 那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因为看到发达国家 他在那个行业里面资本技术很先进 你比如说他同样是 假如说这个是 假如说这个 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他是做研花 然后他组装的部分可能会在中国 那技术很 劳动力很密集 他会在中国 那我们要是看到说 美国都做研花 我们也想去做研花的话 那同样的成本就要高多了 你就变成说 假如说中国是这条线 那你看到美国做研花 那你要移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的成本就要高了很多 那就没竞争力 所以这个呢 自身能力这个概念 我希望你们好好理解 有了这个自身能力的概念以后 那么在讨论发展中的问题的时候 才不会现在换大家 一般在媒体一般知识分子里面 好心刚坏事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希望有一天 我们跟发达国家一样 在技术很先进的产业 然后可以跟他们竞争 但是呢 你要跟他竞争有前提的 你要进入那个行业 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获得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认理 如果他不能获得 除非国家给他保护补贴 但是给他保护补贴是不好 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我也看到很多呢 我们国内呢 这个非常强调市场的经济学家 非常强调市场的经济学家 一方面非常强调市场 二方面又非常强调技术先进 好像两个都好啊 但这里面就像英文讲 You can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这两个是不可得捐的东西 除非你的条件已经达到了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条件 那么在没有支撑能力的行业 或是企业 你要进入的话 那就要保护补贴 要保护补贴 你就没有办法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你一定是这个要政府的干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自身能力跟我们在经济学当中 常讲的另外一个观念 它是高度相关的 其实是反映同一个事情 但不同的测度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当中 在一个开放经济当中 自身能力的概念跟比较优势 它是高度相关的 自身能力是指企业的欲取利人力 它可以得到在一个竞争的市场 大中大家可以接受的利人力 而比较优势是指一个产业 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 那么其实两则是高度相关 因为这两个都决定这个国家的要素并负 如果你劳动力相对多 资本相对少 这个国家在劳动力相对多 资本相对少的行业或是产业 也就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它就有比较优势 那如果你在比较优势当中的行业 它的企业就有自身能力 所以一个是从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作为切入点来考察 一个是企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 它的获利能力来做考察 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这两者是共同决定于它的要素并负的结构 但是自身能力的概念 它应用的话 我们会比较优势的运用范围更广一点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 或是在不可贸易的产品 有些产品是不可贸易的 在一个封闭的禁忌 假如说有一天全世界只剩下两个国家 一个中国 一个美国 那两国呢 就像以前老子里面所讲的 居前资深相闻 现在可以用微信嘛 所以居前资深相闻 但是老死不往来 户不往来 那在两个经济体里面 美国人比较少啊 资本比较多啊 中国人比较多资本比较少啊 这两个国家都明以死为天啊 大家都要吃饭 那你可以想象呢 在美国同样生产粮食跟中国生产粮食 会有什么不同 美国生产粮食一定用的更多的机械替代劳动力 因为它资本相对丰富 中国呢 因为劳动力相对多 资本相对少 所以同样生产大家需要的粮食的时候 那在中国会用的劳动力比较多 这是完全封闭的经济对不对 那它的技术的选择 也会跟它的要素比较结构的特性一致 另外在一个开放的经济当中 有一些产品它是不可贸易的 它的产品是不可贸易的 你比如说 理发 这是不可贸易嘛 有没有人说 美国理发很贵 然后就回去到中国来理发 大概不会 对不对 这是不可贸易产品 那同样不可贸易产品 你就可以想看 在中国的理发店 跟在美国理发店 你来想看会有什么差异呢 中国的理发店服务好多了 服务好多的意思是什么呢 用的人工比美国多多了 这个技术很简单 可能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但在中国有人跟你理发 有人跟你洗发 有人跟你理发 对不对 然后理发的时间 在中国会相对比较长一点 它慢慢跟你剪 在美国它通常 到理发店它是不跟你洗头的 然后理发很快就理完了 服务比较差 为什么 因为资本跟劳动是不一样的 它那边工资贵 所以服务就不会那么多 这边工资便宜 服务就会好 服务好的话 用的保动力多 所以自身能力这个概念 跟比较优势 尤其是在可贸易产品 开放的经济当中 两则是共同决定的 都是药素屏服结构 但是在封闭经济 跟不可贸易产品当中 自身能力的概念 同样是合适的 因为药素相对价格 决定于药素的相对丰富程度 那么就会选择 这种不可贸易产品 它所用的资本跟劳动的相对比例 那么传统的发展战略 就是过去 比如五十年代我们讲 十年超英 十年赶美 然后五十年代 当时发展经济学里面 一般讲的结构主义 都是希望 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 云头赶上 去达到像发达国家 同样的这种资本 非常密集的 这种非常先进的产业 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 为什么是不对的 从主观业望来讲 当然是好的 因为当时 其实到现在 我想大部分的人 还很难摆脱这种影响 你要大部分人就想 你要变成发达国家 那你劳动生产率水平 你要变成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收入水平高 然后国防很先进 所谓的民富国抢 对不对 国家抢的话 你要有那些 灰机大炮 对不对 那民富的话 你要收入水平高 它的前提都是什么 劳动生产率水平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高 很高 然后呢 技术要非常先进 然后呢 就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这些发展中国家 刚刚摆脱殖民统治 或是半殖民地地位 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的时候 都是希望国家 要赶快护强起来 那赶快护强起来的时候 多去发展 跟当时发达国家 一样深进的产业 用我们的话讲就是 十年超英 十五年赶美 那这样的战略 为什么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就是 由于你要数禀赋 当中资本是相对稀缺的 劳动力是相对多的 所以你的等成本线是这条线 然后呢 发达国家呢 他们的等成本线是这条线 所以你可以看呢 它是在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当中 而且那些生产资本很密集的 这个区段的产品 或是呢 这个中间的 但是资本也是比较密集的产品 这样导致看起来 好像每个劳动能产出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值钱 比较好 这是名副的表现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发展中国家 你是这条线 你如果 在开放进展当中 的市场当中 你企业即使有好的管理 要得到大家能接受的利润率的话 你应该是在这个行业跟这个行业 然后呢 生产这个产品跟这个产品 然后由这一点所代表的技术来生产 那你会觉得怎么样 这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啊 所以呢 要是用国家战略 要它去生产这个行业的 像我们当时十年超英 那你的成本呢 就会跟比 在这个地方生产的企业的成本高了这么多 高了这么多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 这个企业就没自身能力啊 因为呢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 是讲说最高的利润就是零利润 但是呢 你如果要生产这个的话 你的利润就变成富的 变成富的话 取业自己不会去的 那这怎么样呢 只能是国家给它保护补贴 因为取卫讲说是你要我来的 因为取业自己不会去的 就像五十年代以前 为什么我们国内没有重工业呢 取业很简单啊 我到重工业我不赚钱啊 不赚钱他就不去 对不对 不在那边投资嘛 然后如果政府说 那我要投资重工业啊 我要重工业 我没有重工业我就不能 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啊 我就没有国防安全啊 那我劳动生产力水平就不高啊 那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政府就要他去 企业会认为是什么 这是一种政策性的负担 是政府加在我身上的负担 那如果政府加在他身上的负担 他不赚钱的话 政府是不是就要给他保护补贴啊 这是政府强加于他嘛 那政府就要给他保护补贴 那保护补贴的话有几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 那就由政府给他税收上面的优惠 给他这个直接的补贴 用财政拨款给他 或是给他税收的优惠 那这方面呢是可行 如果说他缺口是非常小 要给的补贴是非常小 那可以财政直接补贴 或是给点税收的优惠就可以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 要去优先发展这种工业 他呢要给的补贴非常巨大 那非常巨大状况之下 如果说财政上直接给他补贴的话 那会有什么情形 税很难收那么多 而且民的收那么多税的话 把老百姓会有反抗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 政府就会用间接的方式来保护补贴 这个间接的方式保护补贴呢 就是给他在市场上面有垄断地位 他可以把这个产品的价格定得非常地高 这是一种暗补 或是呢 把各种投入的要素的价格都压低 比如说资金的价格啦 还有汇率啦 让他进口便宜啦 这些呢 用价格扭曲的方式 给他按补 那在价格扭曲的方式给他按补的话 他这个企业呢 他甚至可以表现出来有盈利 如果是完整开放新增的市场当中 他可能是不盈利的 但是在这种间接的扭曲的方式的话 这个企业甚至可以表现出来有相当大的盈利 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辽宁 辽宁呢 在八十年代初以前 在我们国内 那他是 在我们国内里面是 利润这个税收上缴最多的 省份之一 最多的当然是上海啦 北京啦 天津啦 再下来就是辽宁 为什么这样呢 辽宁当时都是重工业 大家知道他是老的重工业基地 然后呢 辽宁当时为什么能贡献那么多税呢 因为呢 他在重工业 他的产品呢 是有垄断价格 另外呢 他的各种投入要素 包括资金的价格 外汇的价格 原材的价格 还有工资都是任何压低的 那在我们状况之下的话 即使他没有自身能力 他甚至也可以表现出有盈利能力出来 但是呢 你如果把价格扭曲了以后 那就必须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而且有价格扭曲以后 就会有寻租行为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就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 而且寻租行为上面会有很多浪费 所以这个效率就会不好 这里面呢 就可以用 你要是有自身能力的概念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需要那么多干预补贴 而且呢 这种干预补贴 干预啦 还有这个用补贴的方式啦 等等 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性造成的 这是一种发展战略 所要追求的 它的目标 跟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脱离 造成企业没知识能力所导致的 所以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言之 政府为了去发展中工业 或是要进口替代产业 然后呢 用这个扭曲各种资金的价格 外汇的价格 甚至原材料的价格 然后呢 用计划的方式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 来配置资源 然后导致呢 这个资源错误配置效率低 并且呢 寻足的前行 这个呢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 像拉美国家 像这个南亚国家呢 也是非常普遍 所以呢 从这个新结构经济学 从当你有自身文化的概念以后 我们当然都希望现代化 中而我们希望到最后 我们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 收入水平很高 较动势力生产率水平很高 国防实力很强 我们要生产这些先进的 这个武器装备 但那些都是资本很密集的 对不对 那如果达到那些资本很密集的 从我们这个讨论来讲 这种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 它实际上是用经济学校化来讲 是一个内生决定的 它并不是说随意决定的 它是呢 由你这个国家的要素禀物结果决定的 你如果是劳动力比较多 资本比较少 你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企业能有自身能力的 那你就只能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 那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国家 有资本比较密集的行业 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前提条件是说 这个国家的资本必须相对丰富 所以呢 最终目标是名副国强 然后名副国强的手段呢 是要去有先进的产业 可是先进的产业 它是决定你这个国家的要素禀物结构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发展的政策的目标 最终是提高收入 中间是发展产业 但直接的目标应该去 改变你要素禀物结构 一个发展中国家 如何的国家 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多 资本相对少 然后呢 你就必须先改变这种要素禀物结构 让这个国家呢 变成资本相对多 劳动力相对少 那你才有办法 顺理成章水道取成的 去发展呢 一个资本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希望呢 你们记住这边是一个 对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观察的切入点 也就是说 要改变一个内生的现象 要改变一个内生的现象 不是直接去改变这个现象本身 必须呢 改变造成这个内生现象的 可以改变的 外生给定的限制条件 这一点呢 我想知识分子 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 很容易直接拿发达国家 有什么 或是他有什么制度安排 他有的产业是很宣禁的 他的制度安排非常民主 非常开放 非常透明的 在这一点呢 马克思是有道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那些上层建筑 是反映他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什么 我想最基础的就是 他的要素庇库啊 他有多少劳动 他有多少资本 如果你这个经济基础没改变 你想去改变上层建筑的话 会怎么样啊 那经常好心干坏事 我希望北大的学生 当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 但北大的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时候 避免一个旌旗学家唐奖的笑话 这个笑话是什么呢 美国最秘密的武器是什么 美国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 这个故事是讲说 亚大利美洲国家 有一个独裁的国家 然后呢 他们呢 这个 国庆阅兵 前面有各种方队 到最后呢 有一个方队 每个人都西装笔挺 拿了一个手提箱 那方队 然后 管理的这些嘉宾就说 最后怎么是一个做办公室的人呢 这个西装笔挺做办公室的人 然后他们 那个总统就讲说 你不知道 他们是最秘密的武器 破坏力最大的武器 是美国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个类似的笑话 还有一个类似的笑话是 这个 比如说 美国跟苏联冷战 对不对 二次大战冷战 美国花了多少钱 也没把苏联打垮 后来就派了一个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就把苏联搞垮 按照美国的东西做啊 好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各位记住 我们当然都是希望结果是好的 但是呢 很多现象都是国不是因 你一定要把这个现象的因是什么 了解清楚 然后改变这个因来导致好的国 如果你的着力点不是因而是国的话 那经常会是花了很大的力量 那可能没结果 甚至导致跟你一举相反的结果 那么这样讲起来 当然我们最后一天都希望 其实技术非常先进 资本非常密集的行业 那因为技术非常先进 资本密集行业 那就要研究怎么样提高这个国家的资本的相对密集度 提高这个国家的资本相对密集度 那么一个国家当中所要求的秉务是资本 劳动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可以基本说是给定的 你有那么多土地 有那么多地下资源 基本是给定的 在18、19世纪还可以改变 那时候改变怎么样 到海外找个殖民地 现在大概很难到海外找个殖民地 国家不分类就已经要相当努力了 你要到国外去找殖民地 这还很难 那在这种的话 自然资源可以说是给定的 劳动力呢 劳动力也可以改变 但劳动力的禀赋决定于人口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高 劳动力的增加会相对快 但是有两个 劳动力的改变要十年十五年以后 就是你现在 比如说我们从单胎 一个家庭一个孩子 变成现在一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 那你要改变至少十五年二十年以后 他才会变成劳动力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各个国家劳动力改变的差异 其实生育率的差异相对是小的 生育率再高 人口增加 增长率再高 无非就是2.5个百分点 再多再多就是3个百分点 低的话 那顶多零增长 所以他每年的差异也就那么小 那差异大的是什么 资本 资本是可以积累的 有些国家每年的资本积累率 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像我们多的时候达到百分之五十 但低的话 他可能只有百分之死不到 那这个资本的差异可以非常大 因为积累可以非常迅速 所以要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屏物结构提高 这个国家的要素屏物结构当中 主要是提高人金资本的拥有量 因为人增加的非常的慢 而且你也不可能把人都减少 人减少就变成天灾人后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的着力点是怎么样快速的提高资本 那么资本是什么呢 资本是剩余的积累 什么叫剩余呢 你一个生产 每一期的生产当中 你把工资 资金的成本等等的支付了以后 剩下的那一部分 从围观来讲它叫利润 从整个国家来讲叫剩余 然后资本是什么 剩余你要不消费掉 变成下一期生产的投入 它就变成资本了 资本是剩余的积累 你每一期生产以后 你要扩除掉折旧 还要花工资 大家把它吃掉等等 那些都扩除掉了以后 还剩下那一部分叫剩余 那是从宏观来讲 从围观来讲叫利润 从宏观来讲叫剩余 你剩余那一部分不吃掉 然后把它变成下一期生产的投入 变成资本 因此你说在一个经济体当中 要快速积累资本决定两点 每一期生产创造的剩余越多 那么它可以积累的资本就越多 或是在给定的剩余当中 你储蓄越多 那它剩余增加的会比较快 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呢 这个在经济当中 它的剩余有最多呢 它要决定两则 一个呢 如果每个劳动者的生产 同时给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每个劳动者自己生产 他也给社会创造财富 更呢 有时候劳动人 他劳动者 他有他的生产活动 但他呢 不给社会创造财富 有没有这种情形呢 那一个简单的笔子来讲 小托 托到东西 对他来讲 是不是他的财富更加 他给生产创造财富吗 没有创造财富 所以呢 你要在一个经济当中 他呢 要双造生亿余多呢 就是必须从你生产佛众当中 你的财富增加 社会财富也增加 如果呢 你个人财富增加 社会财富不增加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圣物就会相对少 只有你的财富增加 社会的财富也增加 那么 那这样的生亿就会多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在经济当中 我的财富增加 社会财富也增加 那这个生产的东西 能卖多少钱呢 如果你越有竞争力 你能卖的钱不就越多吗 所以他实际上是决定两点 从圣语的创造来讲 就是说 我们要形成一个制度安排 每个人在追求自己财富增加的时候 社会财富也增加 不是所谓的寻租 或是再分配得来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追求我的财富增加 贡献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然后这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 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 我能够实现这个价值 如果你没有竞争力 就不能实现价值 是不是 所以他呢 剩余了多少 决定这两点 然后我有剩余了以后 那就要看 我有没有积累的意愿 我创造了剩余以后 也可以消费掉 那也可以用来同事生产 以前不是有一个理论讲说 为什么资本主义跟基督新教有关系 因为在基督新教出现之前 当时欧洲中世纪 一般人生产出来以后 他是希望灵魂进天堂 因此把他创造的剩余 都是捐献给教堂 盖教堂 精神财富大概增加了 但是没有形成资本 那么为什么一种说法就是说 基督新教以后呢 资本主义出现了 是因为的新教 如果你们到欧洲 将来你们到国外去 我希望你们去看教堂 其实你一进教堂 就知道这是新教教堂 还是罗马天使教的教堂 真是非常华丽 比皇宫还华丽 各种艺术品非常多 建筑的话 他这个大理石 各种漂亮的大理石 雕刻非常多 如果你到一个新教教堂的话 里面是非常的简朴 那因为新教教堂非常简朴 而且他鼓励大家储蓄 努力工作 那就积累了 那所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 因为他就积累 然后呢 他又不消费掉 那他就可以去买机器设备 他可以扩大在生产 这是一种解释 当然我并不认为那种解释 是资本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是跟这个相关的一种解释 那你的积累的意愿 你不消费掉来从事积累 那你资本积累的就快 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子呢 怎样才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医 而且有很高的积累意愿 那这实际上跟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如果国家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相对于这个国家是赶超的话 我们知道赶超战略企业界没自身能力 对不对 然后赶超战略你所在的行业界没有竞争力 对不对 那你反过来讲 如果我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你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它成本是不是最低 它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 对不对 竞争力会高 而且在比较优势当中的企业 它有自身能力就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 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 就不会有行租行为 行租行为来自于什么 是国家保护补贴 创造了一个租金在那个地方 很多企业为了获得资金 就要花时间、花劳动、送费赂 去得到那个资金对不对 那些发的劳动、发的费赂 有没有增加财富 从企业个人来讲财富是增加的 从国家来讲只是一个收入再分配 所以那些劳动就浪费了 但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的话 没有保护补贴 你要撞到利润怎么办 那就提高竞争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按照比较优势的话 它会有竞争力 而且个人的生产活动 跟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相统一的 那在那种状况之下 剩益会多 而且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积累的意愿会高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不断技术升级 它可以引进技术 进入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行业 然后呢 这些技术都可以引进 因为它不必自己发明技术 它可以引进技术 因此呢 它可以长期维持 比较高的资本的回报力 所以创造的剩益余多 而且资本的回报力高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剩益的积累就多 资本就增加了快 那资本增加了快以后 它就可以进行产业升级 它为什么会有产业升级? 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 对不对 那刚刚讲的 创造很多剩益余 而且有竞争力 资本积累很快 那它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这个等成本线就会变了 对不对 变成资本比较多的这条线 当你变成资本比较多的这条线 如果你还停留在原来的产业的话 怎么样? 它的成本就 它成本就高了 它本来是零利任 现在 当然这里面是一个冲锋竞争 假认它没利任了 它本来是零利任 你现在就变成负利任 那你如果要变成零利任的话 怎么办? 就要产业升级 技术也要升级 你就要去进入到 这个 资本相对密集的 这两个行业里面去 然后呢 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 所以它就会有这种拉力 你不这么做 你成本变成高了 所以你就有节省成本的动机 怎么节省成本 进入到技术和产品合适的产业里面去 然后有一种推力 因为如果说要数比互变了 你要不去做这种相对应的 这种调整的话 那你就会被淘汰掉了 我想你们最近常常看报纸讲说 东莞、广东 很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工厂都关了 为什么? 劳动密集型的这种我们的本来出口行业 因为资本太密集 劳动力太密集 那现在工资涨得非常快 为什么工资涨得非常快 一方面是说劳动力短缺 但实际上是每个劳动力可用的资本相会多了 那这种时候工资上涨了 那如果你不做相对应的调整到 用比较资本密集的技术 现在用自动化 对不对? 用机器人带人 这是一种方式 或是你就要进入到 资本比较密集的生产区段 所谓微效曲线两端 或是升级到资本比较密集的行为去 这会有一种拉力跟推力 一种在别人还没做 你去做的时候 你可以创造比别人更多的离任 或是别人已经做 你不做的话 你被淘汰掉 这种吸引力跟这种推动力 就让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产业升级在那个地方 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能够最快的创造资本 创造升级积累资本 但是经济学家才听懂的语言 你比如说按照我讲的话 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来谴责技术 选择产品选择产业 一般企业家懂得比较优势吗 一般企业家他关心的不是符合你这些经济学的原理不合合 其他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的是利润 那你怎么样 在一个经济体系当中 在一个经济体系当中 要企业家自发的 按照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来选择它的产业 它的产品它的技术 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要素的相对价格 能够反映每个十点的要素的相对需求程度 如果是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你让劳动力相对便宜 资本相对贵 那企业为了获取最大的可能利润 它一定要进入到可以利用相对多劳动力的产业 生产 劳动力相对多的产品 使用劳动力相对多的技术 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资本积累的 反过来讲如果说你资本积累的 那么 你必须让资本变成相对便宜 劳动力变成相对贵 那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价格信号 企业同样为了他自己的利润 或是他自己的生存 他就会去找那些资本相对用的比较多的 产业生产 要资本相对多的产品 然后采用资本相对多的技术来商产 怎么样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非常灵敏的 能缓映一个经济体当中 各种要素相对丰富的价格信号 那么到现在为止只有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就是开放竞争的市场 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前会讲的 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当中取决定性作用 要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当中 取决定性作用 它的前提是各种价格信号 由市场的竞争来决定 如果各种价格信号 由市场的竞争来决定 那它形成的价格体系 就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为什么发展成功的东亚经济体 它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计划经济 转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因 那么如果说市场那么重要 那要不要政府啊 这是在国内有很大争论 比如说我常提的就是有效的市场 我们要一个有效的市场 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另外想说经济发展本身 并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 经济发展本身是什么 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 技术要不断创新 产业要不断升级 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 升级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 当然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说我们要素禀赋不断的升级 从劳动力相对丰富 变成资本相对丰富 那假如说你在给定的资本跟劳动上 你按照要素禀赋的结果的时候 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接定你的产品 你的技术你的产业 那你应该最有竞争力 对不对 那你资本积累最快 那你资本积累快了以后 你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就技术跟产业升级 那技术跟产业升级的话 会不会自发产生 不见得 为什么不见得呢 因为你要技术要升级的话 首先来讲 做一个发展中国家 你升级到哪个产业去 然后呢 生产什么产品 采用什么技术 你跟发达国家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你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基本上代表可能的选择嘛 是不是 但在可能的选择当中 是不是每种选择都可以随机了 你进入的行业 你进入的行业 应该是符合你新的要素 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太冒进了 它不合适 如果呢 太保守了也不合适 会有过游不及 不及游过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信息 这个信息的话 企业可以收集 因为它在进程的市场当中 它不及收集信息 那它就随机的选择也不行了 它绝对也不会是随机的 它一定是要先去研判 但是如果你让企业自己来做的话怎么样 我这家企业 搜集的这些信息做些研判 它会不会告诉别人 它变成商业机密 对不对 它不愿意跟人家共享 那如果说企业做了不愿意跟人家共享 那代表每个企业都要收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政府可不可以扮演一个作用 因为我去收集信息做各种分析 然后把这张收集的信息分析完了以后 公布给大家 因为收集跟处理信息的成本很高 然后让大家知道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所以信息有所谓公共产品的特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政府可以扮演一个作用 就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 然后给这个信息让大家分享 这样可以接接讯息收集的成本 政府可以扮演这个作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要产业升级或是技术创新 你必须有第一个进入到这个产业 或是第一个采用这种技术的人 对不对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常常讲的外部性 他可能失败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太冒进 可能太保守 那如果他失败了以后 他就给负来者提供一个有用的信息 对不对 跟他们讲说 也许太冒进 也许太保守 不合适 然后呢 失败的人必须付失败的所有成本 其他人可以坐享这些成本 他也可能成功 成功了以后 他也给大家创造一个信息 说这个新的行业 或者用新的技术是合适的 然后其他人就可以跟进 跟进竞争就来了 竞争来的就没有垄断利润 那你可以想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 失败所有的成本自己赴 成功好处跟大家共享 然后不管成功跟失败 获来者都可以获益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一般讲人是理性的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好是什么 做好做获来者 对不对 等到你成功了以后再去 失败了我不去 所以你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必须有一个外部性的补偿 在花达国家为什么有专利制度 目标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要去研发 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在全世界最前沿 所以他要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都必须自己发明 发明投资非常大 风险非常大 失败的概率非常高 那你要鼓励到他去做这种事情 就给成功的人可以专利 专利的话就给他垄断地位 十七年十五年 在十几年当中他有垄断地任 用那种垄断地任来补偿 研发的成本非常高 风险非常大 可能给他带来的损失 就有点像买采件一样 失败的概率很高 但是你中奖的话 那奖金非常高 专利就是这个特性 那在发展中国家当然 发展中国家 你所用的新技术 给你新进入的产业 不见得是全世界最新的 因为经济学家所讲的创新是什么 是我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 所用的技术比现在技术好 或在下一期生产所进入的产业 它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高 那就属于创新 那它不见得是最新 但是它面临的风险跟成本 和收益的不对称性是一样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 也必须来补偿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给他有一定的激励 然后呢 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才能够比较好的根基要素 秉赋结构的变化 来进行这种动态的调整 然后呢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不是成功 也并不完全决定你吃螃蟹的人 有没有企业家才能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 那这里面有很多事情 是一个企业家自己决定不了的 比如说你要进入一个行业 你可能要新的 既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工人 新的行业需要不同的技术 然后他工人的人力资本不一样 那人力资本不一样的话 如果说我这个行业 从药素屏幕来看似乎是符合我的 从物质资本的角度来看是合适的 但你要是没有这种能力资本的工人 他进去 他可能也不能成功 他不用这种机器设备 当然你可以讲说 那企业家自己培训呢 可是自己培训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机器设备是跑不了的 但工人可以跑掉 假如说我新入到一个行业 他从物质资本来看是合适的 然后呢 我现在设备上没这种工人 我自己把他培训 培训好了我赚钱了 其他人呢 会怎么样呢 那我就买机器设备 用稍微高一点的工资 把你的工人吸引过来 那他就可以省掉培训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能不能成功 第一个决定有没有这样的 合适的人力资本 然后他自己来克服人力资本的缺陷 也会有很多 这种 他不愿意做的 那如果他不愿意培训工人的话 即使这个行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 那因为没有这种合适的工人 那也不成功啊 然后你由他自己培训的话 他接着不划算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除非是政府帮忙培训 那另外的话 不仅是这样 还有很多呢 比如说他不同的行业所用的 一些基础设施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要这种 你要进入到国际市场 那你要有港口碎片 要有道路交通 还有电力 然后呢 或是说 你要发展一些农产品加工 那一些农产品 你比如说你要发展鲜花 像这个云南它发展鲜花 那鲜花要进入国际市场 那你就必须有航班 合适的航班 企业自己决定不到这个合适的航班 企业决定不到这个港口设备 所以这些有一些硬的基础设施 是企业自己做不了的 企业做不了的话 那除非国家来做 不然这个行业就发展不起来 另外呢 除了这些硬的基础设施之外 还有一些呢 就是 你进入了新的行业以后 它资本需要越来越多了 那你就必须有金融市场的支持 那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是不是有合适的 比如说银行体系啦 或是风险投资啦 或是资本市场啦 这也不是企业自己能决定的 或是企业自己要去 让它自发的发展的话 就非常的慢 因此呢 政府呢 也可以随着产业的发展 进行呢 这些 软的基础设施 或是制度安排 另外的话 你这个随着经济的发展 规模越来越大 产品越值钱 然后呢 你的市场范围 从国内市场进入到国际市场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你卖的东西 就不是说以言为信啦 以言为信啦 你就必须建立合同 那你合同必须直划 这些都是企业自己不能做的 必须政府来做 还有呢 还有就是说 一个产业 它呢 生产的成本有多高或低 除了决定于资本 劳动 这些相对价格之外 还决定于说 它各种中间产品 因为现在的产品越来越复杂 产业越来越复杂 它这些中间产品 它能不能取得 然后这些中间产品的取得 就决定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产业集群 我如果这个地方有合适的产业集群的话 比如说我生产最终端的产品 那么零部件呢 就会有人来组织 帮我组织 所以我取得零部件呢 的时间就会长短 然后呢 我要运到港口呢 要有运输 那如果说 我这边有很好的产业集群的话 就有人专门组织运输队 把我产品运到港口去 那这样企业生产的交易费用成为低 如果没有产业集群的话 那一切东西都必须自己准备 你比如说日本 丰田生产什么零库存 那交易费用当然很低 但零库存的前提是什么 那都有人供应 那如果说丰田是生产的非常小 规模非常小 有没有人准备去跟他供应这个 那就不会 所以如果我这个地方 有很多生产同样的产品 或是我自己的规模非常大的时候 那你就会形成合适的产业集群 你的交易费用成为低 那么这个都是要政府来做 要最后的话还会有一种现象 我把它称为潮涌现象 当一个行业大家都看好 大家都进入 大家都进入以后 才能增加的非常的快 但是需求不见得增加那么快 可是大家都进入的时候 只是看到什么情况 第一前面几家很赚钱 然后自己就大量进入 那他们没协调 所以进入了太多 这种现象我把它称为超红现象 那如果超红现象的话 即使这个行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 但是因为就会产能过剩 大家都亏本 那怎么避免 大家都亏本就有很多要退出啊 要去产能啊 那前面的投资不就是有很多浪费吗 所以政府也可以发挥作用 比如把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是怎么样做仔细的分析 现在已经进入了多少行业 现在产能状况多少 不断去公布这种信息 来给准备进入的人做参考 当然是不是完全避免不清楚 但是你信息越多 做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就越低 那政府可以扮演这些作用 所以这些都是市场不能扮演的作用 从经济学家来讲 都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的地方 政府可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 去扮演这种外部性的补偿 提供信息或是做一些协讨的工作 那么有些是可以协讨一些 其他企业的进入 比如说产业局情 提供原材料的 组织运输队的 你这个是可以其他企业进入 那么有些是企业不愿意做的 比如基础设施 或是像一些金融的制度安排 必须有法规 那企业根本做不到 你要靠行业自立的话 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可以用法制的方式 来帮忙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说 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一方面要强调市场 市场当然会失灵 所以我把它称为有效的市场 只有有效的市场 没有市场失灵 市场竞争提供的讯息 就会引导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做选择 但是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 就是在静态竞争当中 市场也会失灵 但是在产业升级当中 结果变成当中 市场失灵的地方更多 所以要政府扮演一个积极有为的角色 但这个积极有为的角色 应该是因势利导 所谓因势利导就是 帮助我们的企业 进入到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业 因是因你这个比较优势 利导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客户外部性做这些协调 让企业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所以我讲有为的政府 是因势利导的政府 并不是说什么作为都算有为 你也可能乱为 有为也可能乱为 怎么避免乱为 就是因势利导就不会乱为 市场是重要的 但市场也会失灵 所以必须是有效的市场 有效的市场就是一个 各种市场失灵的地方被克服 形成一个竞争的 可以给企业提供 准确的价格信号的 并且企业之间 没有垄断相互竞争的市场 然后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全面在谈到 东亚经济它成功 别人把它称为出口导向 那么也就是它出口比较多 但实际上出口多少应该是内生决定的 为什么是内生决定的 如果你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 会怎么样 那你必然是有比较优势的 你就生产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出口 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呢 你自己应该不生产 你就应该振口 所以出口跟进口 应该是内生决定的 那么它并不是外生给定的 所以把过去东亚的成功 定义为出口导向并不完全正确 应该定义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但为什么当时会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呢 因为其他国家都是做进口替代 所以这些比较成功的国家 出口占它经济当中的比重就比较多 所以相对而言它把它称为出口导向 但是从我们企业有自身能力 跟产业结果是内生与要素比较的结果来讲 东亚它出口跟其他国家比较多 是因为它遵循的比较优势 那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违背比较优势去增加出口 到底好不好 同样是不好 因为你要出口其实很简单 你就要给补贴一定能出口 是不是 你如果给补贴一定能出口 但是呢 这样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好处啊 你给补贴增加出口 你能够给补贴的是从哪边来 从经济剩余来对不对 那这样就导致呢 你经济剩余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就少了 作为资本积累的少了以后 你的要素比较提升的速度就慢了 所以并不是出口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必须围绕的 经济发展并不是技术越高越好 也不是出口越多越好 经济发展越好应该是说 能够让药素禀户提升越快越好 你要是出口多的话 靠补贴就减少剩余 就减少药素禀户结构的提升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即使出口多了 对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 这里面 就是说怎么来正确理解 这个东亚的发展的成功 另外的话 从历史经验来讲 同样一个战略 但有些国家成功 有些国家不成功 你比如说 五十年代开始发展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 结构主义强调进口替代 去发展重工业 这个产业呢 这个政策在当时很有吸引力 因为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有几个国家靠重工业游戏 发展成功了 这里面包括德国 德国他当时呢 这个在比斯麦的时候 1870年左右 他是作为德国的首相 提出铁血政策 然后呢 很快速的把德国 变成一个欧洲的强权 他呢 基本上是 本来是普鲁术的首相 然后呢 他发展铁血政策 很快的把德国各个帮 各个组合国呢 就统一起来了 然后呢 变成欧洲的一个强权 铁血政策成功 也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成功 那二十世纪大战以后 大家看到德国它重工业优先发展成功 就以为这个战略是好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大部分的国家 重工业优先发展不成功 如果你从企业有没有自私能力来看 那是非常清楚 因为德国在提出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候 其实它发展的差距 跟当时最先进的英国 是不大的 你比如说用人均GDP 人均收入来鸿鸟 德国在1820年1870年的时候 它的人均GDP 相当于英国同时的大概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差距不大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 要是人均GDP是美国的百分之六十 美国现在大概是五万八八六万吧 那百分之六十应该多少啊 三万六对不对 我们如果现在三万六是 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对不对 我们现在才多少啊 我们去年才七千八 就算八千吧 那你说我们316发展的产业 跟现在八千发展的产业一样不一样啊 那当然不一样 所以呢 它在19世纪末 去发展当时英国宣建的产业 实际上是它产业升级的一种必然要求 对不对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中国跟印度也都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 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当时中国跟印度 它的人金GDP 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五百之六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六万 你知道百分之五是多少啊 三千 三千对不对 那你三千跟三万六 其实发展的产业一样不一样啊 所以当时呢 我们也同样是中共优先发展 但是为什么失败 付出那么多代价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也想是 希望各位作为知识分子 一定要紧记在心 并不是目标好就是好 如果没那个条件 拔秒助长的话 付出代价非常的大 好心刚才是 这个三十年 这个民国初期 清朝茂林民国初期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 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里面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他讲说 天下事 坏于坚程皆远所理 十之二三 但坏于不明是离者所理 十之七八 当然天下有坏人 我们不能说没坏人 那坏人干坏事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 事情没干好 是那些好心干坏事的人 用意是好的 但不了解事理 就是事物背后的道理 然后去做那些 好像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 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主 为了人类 好学纳 那不明是理 结果导致的结果 有很多是那样 你就不要说 近代吧 你们生产这个时代吧 有很多就这样的 现在社会有多少动乱 不是这样造成的 不说我们国家 要说其他国家 看北非 看东欧 看前苏联 每个人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为什么造成的结果 都比原来还更糟呢 这是不明是离 那我希望读诗是为了明离 为什么读诗 中国一句话 读诗是为了明离 所以要明四离 四离是什么 记住这一句话 一个国家成功的经验 在条件不同的另外一个国家 可能是失败的 所以也不要看到一个国家成功的经验 你就要去学习 这到底是什么 现象 如果它是一个国 你要是没有那个因的话 那你去追求那个国 通常导致的是更糟 所以也不要一讲 就是说哪个国家这么做 所以他们好 也许那样做是对的 在那个国家那个条件 但是如果你没那个条件 你那样做的话 好心干坏事 变成那十字七八不明是离的人 我希望北大的学生 但我希望不止北大的学生 所以这个时代里面 有责任感的学生 有责感的知识 一定要明是离 那我也同样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汽车产业 当然汽车产业 现在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产业 现在都讲特斯拉了 但还是汽车产业 对不对 二次大战以后 汽车产业是一个标志性的产业 因为当时美国最有竞产力的产业 是汽车产业 灰机刚刚出来 那是心心自我 还没有变成一个美国的国力的标志 汽车产业重新是二次大战以后 应该讲一次大战以后 美国取代了英国 变成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对不对 那当时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汽车产业是美国的标志 所以很多国家都要去发展汽车产业 基本上每个发展中国家 都要去发展汽车产业 但当中有成功跟失败的 同样汽车产业 比如说50代代60年代 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是成功的 70年代韩国进入汽车产业 今天看是成功 但是几年前 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 本来韩国有三家汽车厂 现在只剩下一家 然后中国跟印度 50年代就发展汽车产业了 那只有到最近才大约可以 也不是说真正的就那么好 为什么同样汽车产业 这样是追赶美国 为什么日本成功 其他国家不成功 其实跟前面的道理是一样 因为日本 比如说在50年代中 日本的人金GDP已经是60年代中 日本去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 大力去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 它在50年代 60年代前也有 但是组装修理 没有真正发展一个 作为它的主导产业 60年代中它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 日本的人金GDP已经是美国的40% 那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今天想要是美国的40% 我们应该是多少人金GDP 应该2万4对不对 相当于韩国现在的水平 日本当时去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 它的人金GDP是日本的40% 汽车产业当时已经 当然是先进产业 但是有比它更先进 对不对 航天飞机产业是不是更先进 当时飞机已经有了 飞机是有点像现代的生化产业 或像特斯拉这样的东西 当时飞机更先进 美国在那边也有优势 汽车产业已经成熟了 因为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已经发展了 到那时候已经发展60多年了 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 日本人金GDP已经是美国的40% 韩国70年代中发展汽车产业 韩国70年代中发展汽车产业 也不是完全失败 但没有日本成功 日本很成功是怎么样 日本60年代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 当时日本通产省只愿意支持两家日本企业 一个是日产 一个是丰田 但日本有十几家汽车企业 包括生产摩托车的本田 或是生产轮船的Suzuki 还有三菱重工等等十多家都要进去 当时美国政府反对 日本政府反对 因为为什么反对 他讲说美国当时也只有四家汽车厂 一个通用 一个福特 一个 一个 那个 那个 啊 通用 还有一个福特 还有 史弗莱是 克莱斯勒 还有一个克莱斯勒 还有一个克莱斯勒 还有一个叫 阿美肯 美国去这四家 那当时 日本通常很正常说 美国的人口是我们的 应该是四倍 并且呢 人间收入是 日本的差不多两倍 所以他市场的总体规模 应该是日本的八倍 对不对 那么美国的只有四家了 汽车厂也有很大的规模经济 所以当时通常想认为 两家就过了 但是有时代交流运进入 后来进入那些 都没有夺到日本政府的补贴的 但他们也成功了 那代表什么 没有补贴就成功 这代表什么 而且是在竞争的市场当中 就代表自身 这个行业符合比较优势了 70年代呢 韩国发展汽车产业 当时进入了三家 一个是现代 一个是大鱼 一个是齐亚三家汽车 现在只剩下一家 就现代 大鱼已经没有了 然后齐亚呢 给这个破产了以后 给现代呢 就把他收过了 他是破产以后收过 那为什么是韩国呢 他呢 没日本成功 从这边的大鱼 大鱼也可以说明 他在70年代中 韩国开始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 韩国的人金GDP 大约是日本的40% 但只有美国的20% 所以他进入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 所以美国还在 这代表美国还在这个地方 有比较优势 对不对 你跟他差距太大了 但是他为什么跟中国跟印度比成功呢 因为中国跟印度进入的时候 他人金GDP只有美国的多少 美国的5%、6% 那么今天呢 中国的汽车产业 好像有点像70年代 韩国的汽车产业 不能说太差 但是也不是特别盈利 为什么 我们现在人金GDP 是美国的大概20% 所以从这个人金GDP 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 反映的是人金资本的拥有程度 对这个现象呢 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想呢 我们作为知识分子 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中国人 中国赶上发达国 这是我们发达的目标 但不要简单的用发达国家的经验 你要了解这个经验 背后成功的道理是什么 要明示理 不要去做一个 越读越不明示理的人 我需要你的读师 需要明示理 理在什么地方要搞清楚 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精英 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领导人 都喜欢去做赶超的事呢 一方面大概他都没有上过我的课 那时候课也还没有 一方面他是不明他道理是什么 而且这个道理呢 当时还提供一些道理型 现在看 如果你有企业自身能力的概念 你知道那个道理是不对的 但是即使到今天要是你没有企业自身能力的概念 那个道理你大概都还想不清楚 比如上一次我问你的时候 道理是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好 还是劳动力比较密集技术好 还有不少同学棘手是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当然大部分同学没棘手 是因为你虚你们没底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你们内心里面还是认为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好 真的我知道你们内心里面都这么认为 因为你看你平常聊天怎么聊嘛 他为什么呢 我想 你比如说在五神代六神代当时的说法 我赶上发达国家 对不对 我前面讲了 我工资 我的收入水平要跟他一样高 收入水平要跟他一样高 收入水平要跟他一样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是应该跟他一样高吗 然后呢 我要给他跟他国航上能竞争 那我也必须跟他有同样的产业 所以不管是名副还是国强 你都会去支持 优先发展那种技术很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 其实到今天怎么会换个名词 因为那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今天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产业 今天先进的产业是什么 自主研发吧 对不对 你们今天有哪几个人不支持自主研发的 不支持自主研发的基础 支持自主研发的基础 大部分都自主自研 为什么支持自主研发呢 因为发达国家都自主研发 对不对 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人家发达国家都自主研发 你不自主研发 你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 这道理好像很难打破 对不对 那是因为过去没有自身能力的概念啊 对不对 你要没有自身能力的概念 你就会觉得 那对啊 我不支持自主研发 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呢 那你有自身能力的概念 你就知道 那不见得 因为你花很多钱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而且甚至你失败的概念都会比人家高 因为人家基础的经验比你多啊 所以呢 你在那个行业上没竞争力的 除了保护补贴 但是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概念 短期可以建立一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 因为他不知道各种产业各种技术各种生产活动 他是内生的 在哪个国家哪个发展阶段 不是主观意愿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 要改变一个内生的现象 要造成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走走 不然你就会变成不明事理的人 不然就会变成不明事理的人 希望国家现代化 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但是 这不是主观意愿能造成的 需要我们努力 但是这个努力 要真正做出贡献 是要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从那些外生的地方去着手 既然收入水平决定于产业技术水平 产业技术水平决定于 它的要素禀户结构的水平 那我们努力的着手点 应该是改变要素禀户结构 怎样改变要素禀户结构 那就是必须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 那你就是当我们劳动力多 资本少的时候 那就乖乖地发展 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生产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 使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 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 两个前提 一个是必须有开放竞争的市场 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 企业家自然会怎么做 企业家这么做 资本会积累得很快 要产业升级 需要国家帮忙解决信息 解决外部信 解决协调的问题 能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就可以发展得非常的快 然后东亚为什么改变他们的发展战略 东亚为什么那些领导人那么聪明 他也没上我的课 怎么东亚 他就那么聪明 实际上东亚所以选择 现在看起来 他在五十年代发展 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出口 不是去推行当时盛行的 这种进口替代 直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大工业 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这方面我自己最有确身体 我五二年在台湾出生的 读小学的时候 也看到当时说要振兴中华 也要振兴中华 对不对 然后振兴中华 学校里面都画一些漫画 一些像道路有黑板画 他们那边也有黑板画 黑板画的振兴中华是什么呢 我可以画给你看 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所谓振兴中华就是这样的 这叫振兴中华的图像 那画了很多重工业 会冒烟充很高 会冒烟的发展 就是振兴中华 大陆也是这样 我到大陆来以后 我问同学们同学们说 也是他们小时候的时候 干到的这个宣传画也是这种画 目标是一样的 那后来为什么它不继续去发展呢 原因呢是 这种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 企业是没自身能力的 对不对 没自身能力就要保护补贴 对不对 那你保护补贴的能力 并不是你愿意保护补贴 你只有能力保护补贴啊 决定你这个国家能动员的资源 跟圣语有多少 所以总的来讲决定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 人均自然之源多丰富 人均自然之源越丰富 自然之源经济学上 把它的收益称叫租是什么 租是可以不劳而获的 对不对 所以自然之源的收益叫做租 它的含义是它可以不劳而获 那人均自然之源越多 你可以动员起来保护补贴的能力就越强 另外呢要是人均自然资源一样多 人均越多的国家 每个人挤一点能挤出来的 资源就越多 所以实际上呢在5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都是一样的 不管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会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看起来成功的国家 还是不成功的国家 其实开始的时候战略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在那些好像台湾像韩国像新加坡等等这个地方 人非常少自然资源又非常短缺 开始的时候50年代台湾要振兴中华要反攻大陆 没有中工业可以吗 所以就去挖展中工业 但是挖展中工业以后 地下又没资源 人又那么少 就怎么挖展去建立工厂呢 那只能运钞票啊 对不对 用运钞票去挖展那种产业结果就怎么样呢 马上就通货膨胀 一通货膨胀那就怕的 为什么怕的 当时为什么撕掉大陆啊 撕掉大陆就是因为打仗的时候花太多钱 要通货膨胀对不对 所以闻通货膨胀而舍变啊 所以呢 他就开始讲 画了很多那样的图 给大家去挖展 但是都不给保护补贴 那有没有人去挖展那些中工业啊 就没人去挖展那种工业 那政府又有为 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那个问题 那又不给补贴 那他正好就形成了我前面首强 因死地倒的政府 不给补贴 补偿外部性 帮助做协调 那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政府吗 那他是 不得已而这么做啊 韩国也是这种情形啊 韩国朴胜西1961年正奔上台 开始的时候 十年这个生据十年教训 最先开始的时候也是发展劳动秘籍型的 到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也说要对抗北朝鲜啊 没有中工业可以吗 要赶上美国 没有中工业可以吗 那就要发展中工业 发展中工业第二年就高通货膨胀 因为他能给的补贴太少了 就只能靠印钞票 那通货膨胀一两年以后 发现不行了 那只好呢 就不再去强调 而且朴正西为什么被暗杀 跟这个也有关 你高通货膨胀一般大本性是受害的 所以就不得民心 那在我们通话之下 就给了他下面的一个 当时主管群报的警官 一个机会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 东亚那你要新加坡那更不用说了 日本好像大一点 但日本不能给补贴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他当时在美国占领下 根本没有独立的经济政策 所以他只能按照市场的方式 但是日本相对还是比较有为 又不能给大的补贴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那就是说 这些成功的国家 他的行为是符合 经济学的理论的道理 但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但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他是必然的选择 不得不选择 但是我们是要了解他背后的道理 变成一个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的选择 再接一点我们在中国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固然我们人心资源是少的 但我们人口是多的 人心资源资源多可以持续的时间长 你比如说苏联它中共优先发展维持了多少年 维持了大概60年 我们从52年到79年维持了多少年 维持了将近30年 对不对 而且你要是比较苏联跟中国 中国优先发展一个很大的特性 苏联的中国优先发展 它价格扭曲比我们厉害多了 我们价格扭曲通常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补贴的更多 我这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去访问是1991年 当时我去的时候 那么它当时的官方汇率是1.5美元兑换一个卤布 但是黑市的话是12个卤布兑换一个美元 18倍的差异 在我们国内93年汇率并轨之前 是有黑市价跟官方价 通常顶多差异就是30% 达到50%的就非常少 大部分少于30% 顶多30% 为什么它是18倍我们顶多30% 因为我们资源相对少 能给的补贴相对少 所以各种价格信号的扭曲都小 然后苏联呢 它可以有很大的努力 然后持续会长的时间 开始的时候 当它有很多资源动人的时候 到60年代的时候 赫鲁雪夫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然后还拿着皮鞋敲周子 然后讲说它要埋葬美国 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 它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力比美国还快 但为什么持续到最后不下去 因为你必须不断的靠资源的动员增加 但它虽然资源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也有极限 所以到最后支持不下去 然后呢 资源越少的人口也越少的国家 或是地区 能支撑的时间就越短 像在台湾通常一年就支撑不了 两年就支撑不了 韩国也是这样的 新加坡连试都不敢试啊 但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推着的景气 我们现在呢 一个人多 二方面呢 现在不是五十年代初了 八千美元跟当时呢 只有几十美元来比 那也多了很多了 但在这种状况之下 特别要房子 好心干坏事 特别要房子 不明事理 不然你可以提到口号 谁都不敢反对 好像都是对的 但是做起来成本太大 不能够形成竞争力 不能最大的创造圣仪 不能最高最快速的提升 我们的要求禀赋结构 但是推行比较优势一方面 知识分子 知识精英 政府领导人都喜欢 然后呢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还经常受到反对 经常讲说 人家美国的发展高科技产业 因为你还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你永远落后 按照比较优势是不是永远落后 这里面呢 你要了解说 产业结果是内申于 要素禀物结果 你都知道不会永远落后 而且恍而是最快 要是你没这个 企业的自身能力的概念的话 那你很容易变那种说 你按照比较优势 就是永远自甘堕落 实际上是不会 为什么 你按照比较优势 你企业有最大竞争力 对不对 你会撑到最多剩余 而且呢 资本的回报就会最高 所以你要是秉赋积累的速度会最快 同时你在积累资本 产业升级的时候 你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你技术创新的成本 产业升级的成本 比发达国家还小 所以你创新升级的速度 会比发达国家快 那你就很快的 就逐渐的赶上发达国家 所以你要是 也要是秉赋 跟企业自身能力的概念的话 你就认为不会 反过来你赶超 也许你可以建立几个很先进的产业 但那些产业没竞争力 你必须保护股贼 让回你的胜余 能创造胜余的产业 那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 因为你资本有限 都拿去发展那些 你没有竞争能力的赶超产业 它也形成不了竞争力 所以你的胜余创造就少了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要是永远不能提升 或是提升得非常的慢 那导致的结果 其实你仿余赶不上发达国家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 要不要自己研花 也并不是说不要研花 因为研花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新产品的研花 一种是生产流程的研花 你可以引进技术 那你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是 通常资本比较密集 所以你反而 你要引进到发展中国家来讲 还经常还在调整一下 给它增加多少用力的使用 这是流程的研花 发达国家不会帮你做 那你要做 第二个呢 是发展中国家 也并不见得都不要做自主研花 因为有些产业 发达国家已经不生产了 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老大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家电产业 像格力 像美帝 他在家电行业 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了 发达国家基本不生产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 要不要自主研花 当然也必须自主研花 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 在当代里面 在七八十年代以后 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特性 它的新产品 新技术的开发 以人力资本为主 然后它生产的周期特别短 这里面就像互联网 像移动通信 互联网移动通信的话 你看比如说 这个雷军 他进入小米 对不对 他生产手机的时候 花多长的时间 不过就是一百多个技术人员 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就研花出小米手机了 然后呢 一百多个人要花多少钱 也用不了多少钱 然后 也不要多少资本投入 我们跟花达国家的差距 是在什么呢 在物质资本 在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 我们跟花达国家比 没有什么差异啊 然后呢 因为这种生产周期特别短 研花周期特别短 人力资本为主 应用金融资本 物质资本不太多了 这个行业 我们确实有万道超市的机会 而且在万道超市上面 我们还有优势 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 一产品出来 在国内马上可以大批量生产 并且如果它是需要硬件的话 我们现在还有全世界 最完整的产业 各种行业都有 所以它要硬件的话 国内的配套能力特别强 所以在这上面也可以助紧原化 但并不是说所有东西 都可以自己原化 我们现在讲万众创业大众创新 其实只是在这个行业 家电行业有没有办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 比如说蛤蜊空调生产的 还有像美帝的 或是我们三一重工生产的 能不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 那资本投入要相当大 而且原化周期也相当长啊 能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是那种以人力资本为主 产品原化周期特别强一强 有机会 但不是只有那个机会 也并不是说其他的创新 而且武刀说我个人认为 其他创新的机会更多 创造的就业 推动我们经济发展会更多 那最后呢有一些东西啊 他的资本投入特别大 周期也特别长 但是这国防安全上需要 那也必须自己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像一些新型的 这种导弹啊 新型的这种千级千级啊 这种飞机啊 那个原化跟我前面讲的 那种周期非常短 人力资本为主 正好相反 新一代的战斗机 我们即使有相当大的技术 是从俄罗斯那边买过来 就是这样 那也必须是十年 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原化 才能有新一代的这种战斗机 即使有相当大的已经引进了 而且呢 资本的投入特别大 这个呢 应该是限定在非常小的范围 这是跟国防安全有关 那不要做 其他的跟民生有关的 大部分只能在流程上面研发 你主要的技术引进在流程上研发 当然呢 如果说我们一些国际领先自己研发 还有一些小的 他资本的特训 他的技术特训 那可以完全专心 基本上亚洲四条小龙 他就是按照比较优秀的发展 那根据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原则 它没赶上 大部分的国家为什么没赶上 就想赶超 一步就是跟发达国家去竞争 所以没赶上 然后这里面我讲说 你必须根据你药素禀户结构 这个是金具写在另外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他讲说现在国际资本可以流动 那发达国家竞争会流动 发展从国家来啊 所以药素禀户结构不重要的 我相信可能会 报厂经常这么说 甚至里面有的老师也会这么说 但是当经济学家不要被自己的模型骗了 因为你在写模型的时候 资本流动是没成本的 资本流动有没有成本啊 而且你要想想看 美国发达国家资本是比较多 那这些资本到发展中国家来 会不会流动到 让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跟发达国家一样多啊 人际资本一样多啊 理论模型上是写的会的 就有点像连同馆对不对 水比较多的地方 你把馆打通了以后 应该一样多 那是连同馆啦 连同馆里面水是没人用 水自己没个性的对不对 他不会说在A馆跟B馆 水接着在A馆跟B馆不一样 但是资本不是 资本都有人拥有对不对 拥有资本的人 他资本流动发展中国家来是为什么 是为了赚钱对不对 那如果赚钱他到发展中国家来 他会进入到什么行业啊 他一定要效益高 什么样的行业效益高啊 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效益高啊 所以他一定还是会进入到当地 符合当地比较优势 一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 当然跟当地的产业比 他可能会资本密集度高一点 但他绝对不会让发展中国家的人 资本跟发达国家一样高 我前面讲汽车厂对不对 你们说有广本跟东风 对不对 东风为什么他愿意跟法国的同样的生产线 国家给高度补贴啊 你不给他补贴他不会的 不给补贴的话就像广本那样 我同样这个汽车车型来了 但你到中国来他就是组装啊 为主啊 劳动力为主啊 所以他还是会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 因为这样子他赚的钱更多 我前面讲 东风是有国家补贴还老债亏本 差点闹欢的 法国差点撤资 后来没撤资因为给了补贴更多 那日本他自己愿意来 为什么 他很赚钱啊 所以资本的特性 他必然会 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他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 除非国家给补贴 给补贴当然是不好 因为他减少我们的胜率 而且呢 发展中国家 法力条件基础设施过后面不好 你比如说在美国 Bill Gates有800亿美元的资产 对不对 他在美国只要管一个企业就可以了 如果他把800亿美元的资产 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来 然后都符合投入当地比较优势 他管多少企业啊 一个产业要是1亿美元就很多 对不对 他至少管800个企业 他管得了800个企业吗 他管不了800个企业啊 管不了的话 那下面给他 跑冒低度的事就多了 是不是 所以你从资本 并不是像流通管的水 都是有人的 那有的人拥有资本 永远是追求利润回报最高的 你这些发现呢 一般理论模型上面讲 只要你开放资本流动 那要是禀乎结果就不重要了 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 他没有考虑到 这个资本拥落者的动机 他没有考虑到 资本流动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一个呢 是在现在 在90年代 95年的时候 后来得到诺贝尔讲的 一个叫Paul Kruman Paul Kruman呢 在90年代95年的时候 在这个外交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 他讲说东亚的奇迹是假的 The myth of 这个东亚奇迹是假 他讲说东亚的奇迹是不可持续的 那不可持续呢 他讲说东亚奇迹是靠资本的扩张 没有全药素生产力 那美国发达国家呢 他们的发展主要靠全药素生产力 他认为东亚的发展呢 是靠药素的扩张 所以不可持续的 那然后呢 9798年发生东亚金融危机 所以大家认为呢 他非常伟大 他有先见之明 那他这种分析对不对 一个分析呢 是大概在2000年 2001年的时候 他到新加坡去开会 跟当时的新加坡 李光耀已经不当总理了 当这个内国执政 在会上哪个人对话 他讲说 你批评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 那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是要素的扩张 那药素的扩张不可持续 可是你怎么解 然后他说 你没有全药素生产力 就是没有技术进步 他讲说 全药素生产力 一般认为是技术进步 带来的好处 他讲说 但是如果说 我们没有技术进步 怎么我们维持这么高的资本积累力 但是我们资本的回报率从来没下降 如果说你维持每年大概GDP50%的积累 持续半个世纪 然后资本回报率不下降 那有没有技术进步 必然有技术进步 但为什么当时新加坡的技术进步 不表现出我们一般所讲的全药素生产率 原因是怎么样 花达国家为什么有全药素生产率 所谓全药素生产率是 你这边有产出的增加率 这边资本的增加率 这边劳动的增加率 然后剩余的那一部分叫做全药素生产率 花达国家为什么全药素生产率 因为花达国家 它的技术必须靠自己研花 对不对 它技术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 它得到新技术得到新产业 它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 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是靠研花的投入 研花的投入不表现为资本 也不表现为劳动 因此它的全药素生产率 那个剩余实际上是靠研花得来的 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 它经济发展很快 资本积累很多 它没全药素生产率呢 原因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快的道理是引进技术 引进技术是买国外的机器设备 因此它的技术进步 已经包含在资本的积累里面了 所以它没剩余 但它并不是没有技术进步 但在这种中央我们要问的是 到底是自己发明技术好 还是引进技术好 那当然是看哪个成本比较低 在能力引进的时候 引进总是比较好 所以经济学家也不要 就是那么聪明的经济学家都被自己骗了 而且你可以看 现在的东亚经济当中 唯一赶上美国的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人金收入超过美国 六万多美元 它就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现在看国内经济学家 当然你们看报纸 或是看国内很多讨论 说我们要转向比较要素的扩张 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 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当然如果说你的资本投资 都是原来的技术 那当然扩张的太多了以后 会暴力会低 但是你只要资本的积累 是不断的投到技术更好 附加资更高的产业 即使在那种状况 你是靠引进技术 没有全要素生产率 但这样的成本更低 反而更好 所以并不是说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也好 而且这里面很简单讲 花达国家的增长 有一半是全要素生产率 那么发展好的国家 像东亚 像我们中国 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较低 但是我们可以百分之八百分之九的增长 它只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增长 到底是全要素生产率高 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增长好 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低 百分之八百分之九的增长好 当然是后者好 只要它的投资 但是实在于不断追求 投资到新的产业 按照你的比较优势来投 另外的话 我这边讲比较优势 很多人在讲 比较优势是一个老的概念 那是从李家土开始就提倡 已经200多年老德亚的理论 现在要追求竞争优势 是要用竞争优势代替的比较优势 我们学者经常有一点好像 一新的理论也好 也不见得 要看他讲的是什么道理 比如说现在讲竞争优势很多 但讲竞争优势 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按照Porter Michael Porter的理论 竞争优势 他讲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是决定四个因素 他叫Diamond 这个钻石理论 一个是你要去发展 充分利用你要是价格低的 这种产业 充分利用你要是价格低的产业 第二个要发展 国内有很大市场的产业 第三个要有专业分工跟产业群聚 第四个在国内是必须竞争的 这个不是垄断的 他讲这四个要素好像很前面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 第一项实际上就是讲要素丙伏 劳动力多 你就利用能发展多劳动力的产业 对不对 那实际上就讲第一个是要素丙伏 然后就是比较优势 重用利用你的比较优势 但第三项第四项 其实是内生决定于第一项 你违反比较优秀的产业 能不能形成产业集聚啊 违反比较优秀的产业 必须保护补贴才会进出 对不对 不保护补贴就不会很多企业进出 就不会有产业集聚 对不对 如果国家给保护补贴 会补贴很多产业很多集聚呢 还是不会啊 会补贴很多企业进入 不会 因为国家能补贴的钱是有限的 所以产业集聚 分工产业集聚 这是内生决定仪 这个产业是不符合比较优势 第二个呢 如果它不违反 它违反比较优势 靠国家保护补贴 是因为企业没自私能力 那它会不会竞争啊 它也不会竞争啊 所以这两项其实是果 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 因此呢 钻石理论其实只有两个独立的 一个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第二个呢 是发展国内有很大市场的 但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 国内市场大当然是好 国内市场小的海也没关系 因为你服务比较优势 你会有全世界的市场啊 全世界的市场更大啊 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 收入最高的国家经常是小国啊 如果国内市场那么重要的话 那应该大国的收入 比小国的收入高啊 可是你现在在四行 或者联合国的 这种花表的统计数字来看 收入最高的经常是小国啊 你比如刚刚讲 新加坡人口现在只有五百万左右 它的收入超过美国啊 如果讲国内市场它比美国少多了 为什么 只要你是符合比较优势 你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 当然你大国懂得去利用国内市场 那也是一个优势 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 它是有利的因素 但不是决定因素 所以并不是夜勋的理论也好 这里面也是各位在读书的时候啊 在看到一个新的理论 不要以为夜勋的理论也好 要懂那些理论在讲什么 另外一个理论中 我跟你讲了好几个条件 在这时候 你也不要全版接受 你要想这些条件哪些是根本的因 哪些是这个因的果 因为因跟果是同时存在的 你比如说我按照比较优势 那它就会有专业分光最有的产业情绪 你看到符合比较优势 又看到产业情绪 那你要讲说 产业情绪到底是不是根本的因 不见得 因为你要讲 威含比较优势绝对不会成为产业情绪 威含比较优势就不会有竞争 你如果符合比较优势的话 它有可能寻常竞争 它有可能寻常产业情绪 所以大家在看 读书的时候也要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本来讲说 知识分析要作为一个critical thinking 有批判力的思维 就是这样 你要东西读了你就接受 要自己把它想一想 最后来讲的就是说 我现在提倡新结构经济写 跟旧的理论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跟旧的理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旧的理论通常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 或是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 然后就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 然后或是做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是 你们读不读看 你们自己想想看 你们现在读的书是不是都是这样说的 我敢说99%你们读的书都是 发达国家有什么 然后我们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 可能拥有跟发达国家拥有的 或是做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是 你们回去自己想想看 但那样经常都是好心干坏事的 都把你们训练成不明事理的人 我训练学问了 反过来 以我们自己做参道性 我们有什么 那就是我们要是禀赋 我们什么东西能做好 那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先看我们有什么东西 我们什么能做好 然后再来想 只要把我们有的 我们能做好的 把它做大做强 那你这样去做的话 那就会你的努力 个人的努力 跟国家社会的发展 是统一在一起的 要不然的话 你个人可能很努力 但是你给国家社会带来的 不是你自己预想的 有时候 你会有很大的挫折感 有时候 你还会变成那些 天下是 坏于不明事理者 十之七八 那些七八的人 好啊 其实记住这一项 就是 要了解一个现象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那我们呢 当然要改变社会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这是读书的目的 那你要认识这个现象 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 当它是内生的时候 那么从改变造成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 走手 这个 这个课就上了一半了 然后4月7号考试 内容到今天为止的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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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